第1681章 心狠手辣的上官天红 轰隆隆 虚空骤然炸裂开来 赵池从虚空中跌落下来 神色慌张 他的灵鬼和炼尸被杀 神通削弱不少 面对天蓝界第一人的上官天红 他根本不是对手 赵池法爵一掐 踢表乌光大放 身上传出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 有女人的哭泣声 小孩子的惨叫声 老人的呼喊声 他化为上百道乌光破空而走 每一道乌光的方向都不一样 要是被你逃了 老夫的名字倒过来写 上官天红面色一冷 法爵一掐 九面红色小镜的镜面 涌现出无数的红色符文 数千道纤细的红光飞射而出 朝着四面八方积射而去 密集的红光洞穿了上百道乌光 只听一声惨叫 其中一道乌光现出赵池的身影 他的脸色苍白 胸膛鲜血淋漓 血流不止 看起来十分狼狈 赵池刚一露面 头顶空间波动一起 一只百鱼胀大的金色大手 凭空浮现 金色大手被一大片金色火焰包裹着 散发出一股惊人的高温 金色大手以雷霆万军之势拍下 准确击中了赵池 赵池发出一声凄惨的叫声 被一大片金色火焰烧成了飞灰 上官天红眉头一皱 目中满是困惑之色 化神修饰没这么容易灭杀 就在这时 他身后虚空亮起一道乌光 赵池骤然现身 他的脸色苍白 一副元气大伤的模样 他知道自己跑不了了 他不愿意归顺天蓝剑 哪怕是死 他也要恶心上官天红 赵池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 上官天红体表 金光大放 轰隆隆 只听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 高空骤然出现一个巨大无比的黑色焦阳 笼罩住一大片区域 一股强大的气浪 朝着四面扒扩散 十几座山头被气浪震得粉碎 无数的飞沙走时四处飞溅 地皮都被掀飞了 方圆百里一片狼藉 五个呼吸过后 黑色焦阳散去 上官天红体表 照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光幕 神色冷漠 他发觉一掐 金色光幕化为一枚淡金色的寓锁 落在他的胸口 金色寓锁表面 刻着一个迷你麒麟的图案 灵气逼人 通天灵宝金灵锁 防御法宝 用十万年的金灵木为主材料 炼入上千种材料炼制而成 除了三大显地 天蓝宗将天蓝界已知的秘境和禁地搜刮一空 里面的灵木 矿产 妖兽海骨全部带走 炼制成一件件法宝 上官天红是天蓝宗第一高手 通天灵宝有三件之多 攻击 防御 飞行各一件 天蓝宗一统天蓝剑 他是第一个提倡者 也是最大受益者 有点骨气 宁死不详 那条老蛇可未必有这个骨气 上官天红面色一冷 讥笑道 他口中的老蛇指的是青花老祖 他的背部亮起一阵刺眼的火光 献出一对五丈大的红色羽翅 羽翅表面充斥着大量的赤色火焰 和一股狂风 一阵巨大的暴鸣声响起过后 上官天红消失不见了 几十万里外 一片辽阔无边的青色草原 金月剑遵战在一个低矮的土坡上面 眉头紧皱 地面散落着上百枚青色鳞片 还有十几条粗长的凹槽 酷似巨蟒留下的 地上有一条长长的蛇皮 虚空中亮起一道红光 虚空波动一起 上官天红一线而出 金师爹 那条老蛇逃走了 他施展某种特殊的秘书 类似金蝉脱鞘 被他逃走了 金月剑尊如实说道 追 我就不信了 他能跑得比我还快 上官天红满脸杀气 金月剑尊略一犹豫 皱眉说道 上官师兄 我看还是招安为主 倾脚为辅吧 把他们逼急了 他们大开杀戒的话 咱们的损失也不小 天兰宗的山门 根本无法容纳数百万修士 哪怕分派到几处重要分舵 也承受不了这么多人 有不少弟子留守一些不重要的分舵 这样他们可以加快修炼速度 哼 做大师不拘小节 我都下令了 让所有弟子迁移到总坛 为令者死有余辜 东立界以为派了一些高阶修士 到天兰界 就能威胁我们 哼 我最讨厌的 就是被人威胁 上官天红的语气冰冷 青花老祖本体可是一条五阶妖嘛 他的尸体 可以用来炼制一件通天灵宝 他可不会放过青花老祖 他背部的翅膀 红光大放 狠狠一扇 消失不见了 金月剑尊叹了一口气 化为一道金色长红 朝着高空飞去 天风山脉 一座陡峭的高峰 山顶是一座占地极广的庄园 某座幽静的青娃小院 王长生和汪如烟 坐在石凳上面 一名高高瘦瘦的青山男子 站在他们身前 青山男子的神色紧张 青山男子姓陈明江 结单三层 天兰宗器手大部分分舵 大量的弟子牵移到总坛 空出不少灵脉和分舵 陈江带着妻儿 占据了一处分舵 美其名曰 看守宗门财产 其实是为了修炼 天兰宗修士 原来分散在各地 现在集中到一处 想一想都知道 灵气肯定功力不足 天风山脉这一处分舵的灵脉 不过三阶下品 并不起眼 天风山脉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修仙资源 陈江带着妻儿 再次修炼数十年 一直平安无事 没想到 还是碰到了东离界修士 前辈 您对晚辈搜魂了 实在不行 放过晚辈的儿女吧 陈江苦苦哀求道 王长生已经弄清楚了他们的位置 他们位于天兰界东南部 天兰界很大 他们想要找到其他族人 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 印记之类的东西 早就感应不到了 到处乱跑 很容易被天兰宗修士抓到 他现在想要寻找一处 天地灵气相对充沛的地方 闭关冲击化神七 化神七才是决定性力量 也是扭转局势的力量 天兰宗让门下弟子王总谈迁移 正好给了王长生机会 我们可以放过 你们一家四口 你们要给我们带路 帮我们做点事 对你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王长生的语气充满了诱惑 他需要陈江 帮忙骗开一处分舵的入口 伪装成结单修士 在那一处分舵住下来 在那里冲击化神七 天兰宗修士绝对想不到 他们要寻找的东离界修士 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让天兰宗修士为自己护法 是 前辈 陈江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 老是答应下来 王长生和汪如烟改变方向 两人跟着陈江夫妇 前往另一处分舵 第1682章 冤家路窄 赤燕山脉位于天兰界东南部 因几座赤燕矿脉而得名 赤燕矿脉是三阶炼气材料 炼制火属性法宝 都能用到这种材料 天兰宗统一天兰界后 赤燕矿脉已经被开采一空 不过这里的火灵气充沛 适合种植火属性灵药 天兰宗在这里有一座大型灵药园 东离界修士入侵天兰界后 天兰宗已走了五百年份以上的灵药 只留下十几位修士助手 为首的是金光道人 杰丹五层 因为地理位置偏僻 这一处分舵一直相安无事 金光道人正在洞府修炼 一张传音符飞了进来 停在金光道人面前 金光道人睁开了双眼 一把捏碎了传音符 一道恭敬的男子声音骤然响起 刘师叔受东离界修士的影响 陈师叔奉命前来支援咱们 加强咱们的防备 金光道人并不觉得奇怪 这几年 天兰宗加大力度 积拿东离界修士的力度 增派人手也是情理之中 他自己也向高层求援过 他起身走了出去 没过多久 他来到一个宽敞明亮的意识厅 两男一女已经等候多时了 为首的正式陈江 至于另外两人 则是改装易容的王长生和汪如烟 他们的气息不过是结单一层 刘师兄 我们奉赵师叔的命令 前来支援你们 东离界修士闹出的动静太大了 有几处分舵 已经被攻破了 陈江皱眉说道 表情凝重 金光道人郑重地点了点头 道 听说上官师祖亲自出手了 东离界修士 蹦跌不了几天了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王长生和汪如烟心中意景 上官师祖 能被结单修士称为师祖的人 自然是化神修士 上官师祖 整个天兰界 性上官的化神修士 只有上官天红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一名身材魁梧的金山青年 走了进来 咦 赵师兄 你怎么过来了 金光道人看到金山青年 有些惊讶 我们发现了东离界修士的踪迹 人手不足 打算吊你过去 这三位是 金山青年简单说了一句 目光落在陈江三人身上 天兰宗的结单修士 有数万名之多 他只认识一小部分结单修士 这是陈师弟 他们是奉命支援 我们这一处分舵的 刚刚道人 金光道人解释道 那正好 你们随我去支援七师祖 时间紧迫 路上再解释吧 金山青年催促到 语气急促 他袖子一抖 一只淡金色的非洲 飞射而出 漂浮在半空中 王长生和汪如燕微微一愣 他们本来是想找一处安稳的地方 闭关前修 屁股还没坐热呢 就要去围剿东离界修士 他们也没有推辞 答应下来 说不定天兰宗修士围剿的 就是王家族人 不管是谁 只要是东离界修士 他们都会出手帮忙 金山青年法掘一掐 金色非洲亮起刺目的金光 化为一道金色长红 朝着高空飞去 一片一望无际的青色草原 数十名修士正在厮杀 轰鸣声不断 地面坑坑洼洼 可以看到大量的巨坑 坑内冒着滚滚烈焰 上官威坐在九幽雀的背上 神色冷漠 手中握着一只小巧玲珑的黑色小钟 黑色小钟灵气逼人 表面刻着一个黑色孔雀的图案 显然是一件灵宝 雷一鸣站在一旁 满脸杀意 提表被无数道银色电弧包裹着 数十名修士正在互相残杀 根本没人理会上官威和雷一鸣 一名童颜鹤发的金袍老者提表领 罩着一层淡淡的金光 胸膛上戴着一只小巧玲珑的金色玉佩 看其气息 赫然是一名圆英大圆满修士 赵恒江出身千灵山赵家 一名肥头大耳的红袍男子 站在赵恒江旁边 看其气息 赫然是一名圆英中气修士 赵俊景 赵恒江的侄子 你们快醒醒 你们中了这个妖女的幻术了 还不快点醒来 赵恒江大声喝道 声音中气十足 震得虚空震荡扭曲 数十名修士不为所动 他们的神色疯狂 一看就不正常 旁臂当车 送他们上路 上官威面色一冷 大声喝道 雷一鸣应了一声 高空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雷鸣声大响 狂风大起 罢了 他们没有特殊的宝物 根本防不了这妖女的幻术 动手困住他们他们 把他们抓起来也行 赵恒江传音说道 他右手一翻 一座金光闪闪的小塔 出现在手上 塔身上刻着千妖塔 三个大字 这是赵家三大镇族之宝之一 也是一件灵宝 他手腕一抖 只听一阵龙鸣虎啸之声响起 千妖塔的体型 暴涨至百鱼杖大小 灵光闪闪 十分显眼 千妖塔的塔底 喷出一大片金色灵光 照向其他修士 东离界修士用心险恶 跟他们拼了 自曝也不要被他们抓住 上官微的声音充满了诱惑 他轻轻晃动手中的黑雀中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数十名修士 纷纷露出风的表情 身体急速膨胀起来 轰隆隆 伴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 五颜六色的灵光 淹没了赵恒江和赵俊锦二人的身影 浓烟滚滚 三个呼吸过后 灵光散去 赵恒江和赵俊锦安然无恙 一个巴掌大的金色小碗 漂浮在他们的头顶 金色小碗表面 有一条栩栩如生的金色蛟龙 金色蛟龙犹如火雾一样 在碗面上游走不停 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龙凝声 一片淡金色的光幕 照住赵恒江和赵俊锦 金色小碗 是赵家三大镇族之宝之一 金蛟碗 也是一件灵宝 防御灵宝 有点意思 那我就笑纳了 上官微浅笑盈盈 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 宗主 有人过来了 好像是几名杰丹修士 雷一鸣眉头一挑 朝着远处天际望去 远处天际出现一道金光 快速朝着这里飞来 有渊源修士混在里面 原因修士自爆的威力 应该大一点 上官微冷笑道 没过多久 金色顿光停了下来 赫然是一艘金光闪闪的非洲 王长生五人站在非洲上面 王长生和汪如烟 看到上官微和雷一鸣眉头紧皱 他们没有想到 居然是上官微和雷一鸣 他们也来了天蓝界 真是冤家路窄 第1683章 天蓝援兵再至 汪如烟双拳紧握 胸口微微起伏 沙子之仇不共戴天 他早就想找上官微算账了 王长生的神色如常 心中波涛汹涌 他的心中充满了杀意 日月宫跟他们没有血海深仇 上官微可不一样 上官微间 皆杀了一大批王家族人 若不是忌惮上官微的实力 他们早就光明正大 杀上九幽宗了 王长生和汪如烟隐秘气息 骗过一般的原音修士没有问题 想要骗过原音大圆满的上官微 和赵横江 根本不可能 就在这时 远处天际又出现一道青色顿光 隐约伴随着一阵巨大的龙宁声 上官微并没有认出 王长生和汪如烟的身份 他只是知道其人 并未真正见过青莲仙女 王长生和汪如烟也一样 他们见过上官微的画像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真人 王长生的神识能够感应到 有三名原音修士过来了 速度特别快 他望着一片狼藉的地面 眉头微皱 上官微的实力确实惊人 天兰界调动这么多修士 灭杀上官微 都奈何不了他 赵横江眉头紧皱 目光落在王长生和汪如烟身上 冷着脸问道 你们是谁 为何要混在结单修士之中 如果是天兰宗修士 没必要隐藏修为 答案只有一个 对方是东离界修士 陈江的神色紧张 暗教不好 他自然清楚对方的来历 可他不敢吐露实情 这么近的距离 对方想要灭杀他 易如反掌 就在这时 一道温和的女子声音 骤然响起 天兰宗弟子听令 还不快诛杀东离界修士 陈江感觉眼前一花 晃了晃眼 王长生和汪如烟在他对面 心中生起一股 狂暴的杀戮之意 二话不说 祭出法宝 攻击他看到的 王长生和汪如烟 赵横斌看到三名 结单修士 出手对付自己 惊怒交加 王长生和汪如烟 听到上官微的声音 心里也产生 被戴在身上的龙凤锁 亮起一阵柔和的灵光 那股杀戮之意 顿时消失不见了 他们佯装中了幻术 祭出法宝 攻击赵横江和赵俊瑾 这个时候 青色盾光也停了下来 青色蛟龙 赫然是一条 百余杖长的青色蛟龙 两男一女 站在青色蛟龙背上 为首的是一名 五官俊朗的蓝山青年 蓝山青年有缘因 大圆满的修为 另外两人都是缘因后妻 青色蛟龙是四阶蛟龙 这股力量已经很强了 陆师弟 小心 这妖女的幻术很厉害 李师弟他们中了她的幻术 全部自爆了 赵横江大声说道 语气急促 他法觉一掐 千妖塔的塔底 喷出一片金色蛇光 照向沉江五人 他没有时间辨别 两名原因修士的来历 他打算先将他们 困在千妖塔 解决了上官微再说 王长生和汪如烟 提表蓝光大放 倒飞出去 避开了金色蛇光 沉江三人 被金色蛇光罩住 朝着千妖塔飞去 上官微面色一冷 轻轻一晃黑雀中 雨气冰冷 死也不要让 东离界修士生情 自爆吧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沉江三人的五官扭曲 呈现出一种疯狂的表情 一副誓死如归的模样 他们的身体 快速膨胀起来 轰隆隆地巨响 三人自爆 金色蛇光破碎 赵横江眉头紧皱 望向王长生和汪如烟 冷着脸说道 你们不是天兰宗修士 你们是东离界修士 既然是东离界修士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杀了他们 赵骏景面色一冷 一拍灵兽带 一道低沉的嘶吼声 响起 一道红光飞出 化为一条三十余丈长的 红色鲸鱼 鲸鱼的脊背上 有一些淡金色的纹路 眼珠子是金色的 尾部较短 这是一只四阶下品的云金兽 擅长火属性神通 云金兽发出一声 低沉的嘶吼声 周身涌现出一团赤色火焰 汪如烟而去 另一边 蓝山青年三人 也施法对付上光飞和雷一鸣 上光飞手腕轻轻一晃 黑雀中传出悠扬的钟声 伴随着一阵阵清澈的雀鸣声 东离界修士难得来一趟 好好招待他们 上光飞的语气温和 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力量 奇怪的是 蓝山青年三人视若未闻 神色如常 他们的背部 都贴着一张淡金色的符转 符转表面遍布玄奥的符纹 这些符纹犹如火雾一样 扭动不停 天蓝宗这些年轻 拿到不少东离界修士 通过搜魂 得知了东离界三支队伍的 大概情况 原因修士之中 实力比较强的有日月双胜 青年仙旅 上光威 雷一鸣 方木 其中上光威和天晴仙子 都擅长幻术 克制幻术的一宝比较少见 符转倒是容易一些 天蓝宗调集了一批四阶制符师 绘制了一批克制幻术的四阶符转 可以削弱幻术的威力 不过是一次性使用品 蓝山青年剑绝一掐 一阵响亮的剑鸣声响起 十八把水汽萌萌的飞剑飞射而出 化为十八道蓝色长虹 直奔上光威而去 另外两名原音修士 也祭出法宝 攻击上光威和雷一鸣 青色蛟龙在高空一阵盘旋不定 刮起一阵阵狂风 一道百余丈高的青色龙卷风 凭空浮现 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龙银声中 青色龙卷风直奔上光威而去 上光威冷哼一声 他可不止擅长幻术而已 上光威提表乌光大放 轻轻一晃手中的黑雀钟 当当当 一阵响亮的钟声响起 一股黑茫茫的音波飞掠而出 迎向对面 雷一鸣挥舞一杆银色翻起 雷鸣声大胜 一道道粗大的银色闪电 划破天际 击向阑珊青年三人 上光威身下的九幽雀 阵翅高飞 周身涌现出一大片黑色火焰 如同一团黑色火云一般 鸡向青色龙卷风 九幽雀是四阶中品 而青色蛟龙是四阶下品 一时间 轰鸣声不断 九明元英修士在此激动 气浪滚滚 王长生和汪如烟 面对赵横江和赵俊景 不敢大意 这里是天蓝界的底盘 拖延的时间越长 他们越危险 王长生翻手取出七星斩妖刀 朝着对面虚空一批 虚空震荡扭曲 一道刺耳的刀鸣声响起过后 一道百余杖长的蓝色刀芒 直奔云金兽而去 蓝色刀芒劈在云金兽身上 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 汪如烟取出天幻琵琶 弹奏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 刘首是自寻死路 靖尘狄的威力不弱 不过比起天幻琵琶 靖尘狄的威力 还是差了不少 琵琶法宝 刀器法宝 清廉仙旅 你们是清廉仙旅 赵横江惊呼道 满脸杀器 第1684章 左山观虎斗 一男一女 一人使用刀器法宝 一人使用琵琶法宝 来到天兰界的原因修饰之中 唯独清廉仙旅二人 赵军月和李火真人坐镇后方 在为冲击化神器做准备 结果碰到清廉仙旅所在的队伍 赵军月和李火真人 被清廉仙旅所杀 清廉仙旅逃入万雷海域 躲过一劫 不过金月剑遵下了巨额悬赏 缉拿清廉仙旅 听到清廉仙旅四个字 上观威和雷一鸣眉头一皱 不由得望了一眼王长生和汪如烟 上观威的目光阴沉 他直接间接灭掉的修仙家族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王家只是其中之一 有不少漏网之鱼 不同的是 其他漏网之鱼再也没有机会报仇 从此销声匿迹 而王家以一种惊人的姿态崛起 并且绑上万剑门和太义仙门 这两个门派都有化神修士作证 那个时候 清廉仙旅不过圆英初七 上观威并没有把他们当一回事 等他进入化神七 灭杀清廉仙旅 轻轻松松 他好不容易得到一份冲击化神七的灵物 尝试冲击化神七 可惜失败了 这次到天蓝界 他就是希望寻找冲击化神七的灵物 不过一直没什么机会 天蓝宗的高手 大都集中在总坛 或者有化神修士作证的分斗 上观威没想到 清廉仙旅也到了天蓝界 太好真人还修炼到圆英大圆满了 以前清廉仙旅在他眼中不过是选界之极 现在却成为了心腹大患 这一次 或许是解决清廉仙旅的绝佳机会 在这里杀了清廉仙旅 可以把锅摔在天蓝宗修士身上 跟我们斗法还分心 找死 一道冰冷无情的男子声音骤然响起 上千把一模一样的蓝色飞剑 从四面八方击视而来 封死了上观威所有的去路 上观威柳眉微皱 袖子一抖 一张黑光闪闪的画轴飞出 打入一道法绝 黑色画轴在半空中一展而开 可以清楚地看到 画上是一片连绵不绝的黑色山脉 群山峻岭之间 蔓延着一种黑色火焰 灵宝九幽图 专门收取其他法宝 上观威法爵一掐 九幽图顿时绽放出刺目的乌光 体型暴涨 绕着它飞转不停 密密麻麻的蓝色飞剑 陆续没入九幽图之中 九幽图里面黑色山脉之中 插着密密麻麻的蓝色飞剑 就在这时 上观威头顶虚空波动一起 一枚通体金光闪闪的印章凭空浮现 金色印章亮起刺目的金光 瞬间胀大 化为一座小山大小 金色印章 垂放下一大片金色霞光 笼罩住上观威的身体 上观威感觉身体重若万惊 动弹不得 它体表乌光大放 周身涌现出一大片黑色火焰 金色霞光犹如军烈一般 四分五裂 上观威倒飞出去 九幽图绽放出刺目的乌光 照着金色巨印 金色巨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被乌光卷入九幽图之中 一道蓝色剑光积射而来 气势惊人 所过之处 虚空震荡有曲 上观威发觉一变 九幽图的体型再次暴涨 涌现出一大片黑光 蓝色剑光没入九幽图 插在一座高耸的黑色山峰之中 蓝色剑光 赫然是一把通体未蓝色的飞剑 剑柄上有一个蓝色云团的图案 剑身上有一张人脸 正是蓝山青年 他利用一件灵宝飞剑 施展身剑合一秘书 被上观威利用灵宝九幽图困住了 给我破 蓝山青年大声喝道 十八把蓝色飞剑 从远处朝他飞来 十九把蓝色飞剑合为一体 化为一把百余杖长的晴天巨剑 以雷霆万军之势 斩向黑色山脉 轰隆 晴天巨剑所过之处 一座座黑色山峰爆裂开来 九幽图表面出现一道道细小的裂痕 让他们内斗 咱们先观战 上观威给了一名传音 满脸杀气 他绝对不会放过 灭掉青年仙旅这个大好时机 至于天蓝界修士 在他眼里不值一提 轰隆隆 一声巨响 九幽图四分五裂 一把晴天巨剑飞射而出 直奔上观威而来 上观威早有防备 右手涌现出七色灵光 朝着虚空一拍 晴天巨剑上空 荡起一阵涟漪 一只百余杖丈大的七色大手 凭空浮现 七色大手表面遍布符文 玄奥无比 七色大手一出现 立刻就响起各种声音 有人哭泣 有人狂笑 有人发出怒吼 绝情灭玉手 九幽天幻宝典的独门秘书 只要有七情六欲 就会遭到重创 晴天巨剑有所察觉 想要避开 一阵响彻天地的却鸣声响起 打打杀杀没有意思 咱们还是坐下来喝茶聊天吧 上观威的声音温和 给人一种很强的亲切感 当当当的钟声响起 晴天巨剑顿时一动不动 另外两名元英修士的神色恍惚 上观威全力驱使灵宝黑雀中 三明天拦戒的元英修士 还是中招了 他们身上的四阶符传 只是削弱幻术的威力 并不是完全无事 若是一张四阶符传 就能无事幻术 九幽天幻宝典 也不配作为九幽宗的正宗功法 七色大手准确拍中晴天巨剑 一声惨叫 晴天巨剑化为十九把蓝光闪闪的飞剑 蓝山青年跌落在地面上 他的神色癫狂 时而狂笑 时而嚎嚎大哭 时而满脸愤怒 喜怒无常 变化多端 一股黑茫茫的音波激射而至 掠过蓝山青年的身体 蓝山青年的身体炸裂开来 化为漫天血雨 连元英都未能逃出去 一道震耳欲聋的雷鸣声响起 数百道粗大的银色闪电 从天而降 劈向另外两名元英修士 两道痛苦的惨叫声响起 刺目的银色雷光 淹没了两名元英修士的身体 另一边 只听一声凄惨无比的男子惨叫声响起 赵俊锦和云金兽 被一道铅鱼丈长的蓝色刀芒斩成两半 元英都未能逃出去 赵恒江看到这一幕 吓得半死 清连仙旅的实力超乎他的想象 十个呼吸不到 就剩下他和青色交融 一道轻蒙蒙的音波席卷至 即在赵恒江身前的蓝色盾牌上面 赵恒江连同蓝色盾牌倒飞出去 他的脸色胀得通红 喷出一大口精血 想杀我 老夫今天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赵恒江满脸凝笑 化为一道顿光 朝着青色蛟龙飞去 上官为首掌一番 一个七彩原波出现在手上 灵气逼人 七彩琉璃波 困敌法宝 他手腕一抖 七彩琉璃波飞射而出 体型暴涨 朝着王长生和汪如烟上空飞去 王长生和汪如烟心中暗叫不好 正要避开 一阵巨大的雷鸣声响起 上百道粗大的银色闪电 一向王长生和汪如烟 王长生手中的七星斩妖刀 朝着高空一批 一阵刺痛耳膜的刀鸣声响起 上百道蓝色刀芒席卷而出 迎了上去 轰隆隆 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上百道蓝色刀芒跟上百道银色闪电 同归于尽 一片七色灵光从天而降 照住方圆石里的区域 将王长生 汪如烟 九幽雀 青色蛟龙 和赵恒江照在里面 赵恒江没入青色蛟龙的体内 青色蛟龙骤然发出一声怪异的嘶吼声 提表青光大放 他的脑袋上出现一张模糊不清的人脸 气息暴涨 过了一会儿 赵恒江的脸庞出现在青色蛟龙的脑袋上 青色蛟龙的气息 无限接近化神器 人兽合一秘术 施展此术后 赵恒江只有死路一条 可惜青色蛟龙不是他的本命灵兽 否则青色蛟龙的品阶能提升到五阶 他的本命灵兽死在了上官威手上 青莲仙女 上官威 哼 老夫要将你们全部吞掉 赵恒江狂笑道 神色癫狂 哼 等你吞掉青莲仙女再说 上官威伸了一个懒腰 有些惬意地说道 满脸杀意 不管谁死谁伤 他都是最大的赢家 若是引来天蓝界修士 他拍拍屁股走人就是 这一次 他一定要解决青莲仙女这个心腹之患 第1685章 底牌尽出 上官道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长生阴沉着脸问道 上官威这么做 显然是撕破脸 想要解决他们之间的恩怨了 王长生也想杀了上官威 不过前提是先解决了天蓝界修士 上官威此举是坐山观虎洞 哼 你们以为假扮成青莲仙女 我们就认不出来了吗 听说天蓝宗有一种密服 可以幻化出特定修士的模样 你们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上官威冷笑道 满脸讥讽之色 他当然清楚 眼前的青莲仙女并非假扮 天蓝宗不需要搞这么多花样 他需要一个借口 哪怕消息传出去 他也能搪塞过去 天蓝宗确实有一种密服 可以幻化出特定修士的模样 不过无法发挥出本体的神通 只是形似而已 只要他活着 青莲仙女死了 就算别人怀疑那有怎么样 他做事只在意结果 可不在乎过程 更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王长生和汪如烟面色一沉 他们都没有想到 上官威慧编造出这种谎言 利用一件领宝困住我们 想渔翁得利 王长生冷笑一声 满脸杀意 他和汪如烟的体表 涌现出刺目的蓝光 一片蓝色云团凭空浮现 笼罩住他们的身体 青色蛟龙发出一声怒吼声 周身涌现出一股狂风 狂风肆虐 无数的碎石被吹飞 地皮都被掀开了 青色蛟龙在高空快速盘旋 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 化作一道千余丈高的青色龙卷风 直奔王长生和汪如烟而来 九幽雀双翅展开 发出响亮的雀鸣声 周身涌现出一大片黑色火焰 他在高空盘旋不定 掀起一阵阵黑色火浪 五个呼吸不到 一团树里大的黑色火云出现高空 黑色火云剧烈翻滚 犹如江河奔流 声声不息 气势惊人 一道响彻云霄的雀鸣声响起 一颗颗房屋大的黑色火球飞出 高空仿佛下起了黑色的流星雨 青色龙卷风骤然停了下来 传出一道痛苦至极的嘶吼声 紧接着 一道鲜鱼丈长的蓝色刀芒 从蓝色云团之中飞射而出 直奔七色光照击去 轰咆咆 一声巨响 七色灵光被蓝色刀芒劈中 凹陷下去 七彩琉璃波晃动了一下 左摇右摆 上官威看到这一幕 心中震撼无比 两只四阶上品妖兽 被七彩琉璃波困住 都无法撼动七彩琉璃波 青莲仙女 难道能够破开七彩琉璃波 他磅礴的法力地 注入黑雀中 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说道 天蓝界入侵咱们东离界 导致生灵涂炭 天蓝界修士最大恶极 王道友 死也要拉天蓝宗修士垫背 不能便宜了他们 施展你们最强神通 杀了天蓝宗修士 实在不行 自暴也要给天蓝宗修士一点颜色看看 他一边施展幻术 干扰青莲仙女 一边指挥九幽雀 攻击青莲仙女 奇怪的是 青莲仙女并没有自爆 蓝色云团之中 传出一阵婉转的琵琶声 一道荧光从蓝色云团之中飞出 赫然是一只巨大的银色捧鸟 银色捧鸟体表 被无数的银色电弧包裹着 四街上贫傀磊兽 天兵真人炼制出来的傀磊兽 王长生用法宝收走了 天兵真人死后 王长生很轻松 就抹掉了天兵真人留下的印记 银色捧鸟一出现 直奔九幽雀而去 轰隆隆 数十颗防雾大的黑色火球 从天而降 砸在银色捧鸟身上 银色捧鸟被滚滚黑夜淹没了 不过很快 黑色火海之中 亮起一大片荧光 黑色火焰 骤然溃散不见了 银色捧鸟体表 涌现出无数的银色电弧 绽放出此目的银色雷光 骤然消失不见了 上官威暗叫不好 连忙指挥九幽雀避开 就在这时 九幽雀却发出痛苦的嘶鸣声 从高空跌落下去 神识攻击 上官威的脸色越发难看 他可以断定 青莲仙女身上 有克制幻术的一宝 还掌握了神识攻击 九幽雀还没落地 虚空亮起一道银色雷光 正是银色捧鸟 雷顿朔 银色捧鸟利用 邀请骸骨炼制而成 得以施展一些 本体的专有神通 银色捧鸟刚一现身 体表的银色电弧 如同受到某种指引一般 直奔九幽雀而去 一道凄惨的雀鸣声响起 刺目的银色雷光 淹没了九幽雀 狂风四起 一股黑光从银色雷光之中飞出 击在银色捧鸟身上 银色捧鸟倒飞出去 银色雷光散去 九幽雀体表血流不止 身上传出一股烧焦的气味 一道千余丈长的蓝色刀芒 击射而来 蓝色刀芒所过之处 虚空震荡 似乎随时要崩塌 狂风倒卷 九幽雀想要避开 石海再次传来一阵剧痛 别说四阶中品的九幽雀 原鹰大圆满的赵横江 都受不了王长生的神势攻击 蓝色刀芒将九幽雀一斩为二 连惊魂都未能逃出来 上官威又惊又怒 九幽雀的实力 堪比原鹰后期修士 在清廉仙女手上撑不到五息 他还是小看了清廉仙女 雷长老 布阵 利用阵法灭了他们 上官威给雷一鸣传音 满脸杀气 清廉仙女的实力再强 能挡得住四阶上品阵法 宗主 若是布置阵法的话 弄出的动静太大 恐怕会引来天蓝界修士 雷一鸣面露迟疑之色 怎么 要我说第二遍 上官威又气一冷 他需要的是无条件服从 清廉仙女的实力越强 他越发不安 开弓没有回头见 他做过的事情 绝不后悔 雷一鸣打了一个冷战 连忙乘势 取出数百杆荧光闪闪的阵棋 和几十块阵盘 王长生祭出冰月环 冰月环亮起一阵刺目的白光后 骤然丈大到百丈大 直奔七色光照而去 与此同时 一道千余丈长的蓝色刀芒 和轻蒙蒙的音波 先后席卷而出 直奔七色光照而去 银色彭鸟体表 被无数道银色电弧包裹着 化为一道银色长红 撞向七色光照 青色蛟龙想要攻击清廉仙女 可是他还没近身 使海传来一阵阵剧痛 轰隆隆 一直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七色光照破碎 七彩琉璃波道飞出去 表面有几道细小的裂痕 第1686章 大仇得报 这个时候 雷一鸣和上官威 还没布置好阵法 从王长生被困到脱困 不到实习 速度之快 超乎上官威的预料 他没有想到 王长生有四街上贫魁磊兽 还有数件领宝 王长生袖子一抖 一座红光流转不定的小塔飞出 正是领宝猎阳神塔 烈阳神塔飞到高空 体型暴涨至千余丈高 遮天蔽日 上官威心中暗叫不好 还没来得及避开 石海传来一阵剧痛 五官扭曲 闷哼一声 一片红色霞光从天而降 照住了上官威 将其卷入烈阳神塔之中 王长生发觉一掐 烈阳神塔爆发出刺目的赤色火光 骤然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烈阳神塔出现在青色蛟龙上空 青色蛟龙还没来得及反应 身体抽搐了一下 石海的剧痛让他无法做出反应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被红色霞光卷入烈阳神塔 雷一鸣看到这一幕 吓得半死 体表涌现出无数的银色电弧 骤然消失不见了 雷顿数 数十里之外的虚空亮起一道荧光 雷一鸣一现而出 他刚一现身 虚空中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 红光一闪 汪如烟一现而出 背部有一对赤红色的翅膀 翅膀表面有无数的金色电弧 和赤色火焰 正是飞行法宝雷火赤 汪如烟双手抱着天幻琵琶 弹奏起来 雷一鸣不过原因中期 根本承受不了天幻琵琶的威力 他感觉脑袋嗡嗡响 情绪低落 心中骤然产生一股轻生的念头 汪如烟的食指 快速掠过琵琶弦 琶琶声时而急促 时而婉转 时而缓慢 变化无常 雷一鸣的脸色仗得通红 体表涌现出无数的银色雷光 不过没过多久 他体表的银色雷光散去 他时而发出癫狂的笑声 时而抱头痛哭 时而满脸愤怒 汪如烟面色一冷 一道低沉的琵琶声响起过后 一道轻蒙蒙的音波席卷而出 瞬间掠过雷一鸣的身体 雷一鸣的双眼瞪得大大的 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身体骤然炸裂开来 化为漫天血雨 连原因都未能逃出 汪如烟收起雷一鸣身上的橱带 背部的雷火赤狠狠一扇 涌现出无数的金色电弧 他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王长生站在一块空地上 神色冷漠 烈阳神塔晃动不停 传出巨大的暴鸣声 他这是 以奇人之道 还是奇人之身 他一定要将上官威千刀万剐了 为了这一天 他等了数百年了 虚空传来一阵巨大的暴鸣声 红光一闪 汪如烟一线而出 汪如烟满脸杀意 直望着烈阳神塔 他们能脱困 是有化神器的法力 和数件灵宝 上官威想要脱困 估计是做不到 王长生不敢大意 祭出十八颗定海珠 法觉一掐 十八颗定海珠 滴溜溜一转 绽放出刺目的蓝光 大量的海水涌出 很快 一个百里大的威形海洋 就出现了 烈阳神塔 位于威形海洋上空 剧烈地晃动 咔嚓 烈阳神塔表面 骤然出现一些细小的裂痕 不仔细观察 还发现不了 汪如烟法觉一掐 烈阳神塔 绽放出刺目的火光 塔身表面 涌现出一大片赤色火焰 大量的海水挥发 烈阳神塔内 某个宽敞的大殿 地面涌现出一大片赤色火焰 上官威体表 有数道恐怖的血痕 青色蛟龙身上 多处鳞片都脱落了 鲜血淋漓 既然你不肯跟我合作 那就去死吧 上官威的杀气腾腾 翻手取出一张 淡金色的符传 符传散发出 惊人的灵气波动 显然是一张五阶符传 灭仙服 上官威身上最后的底牌 九幽宗发生过内讧 多个势力 趁机攻入九幽宗总坛 上官威底牌进出 这才击退强敌 若不是那一次内讧 损耗了九幽宗不少元气 上官威会有更多的底牌 同样是内讧 日月宫以铁血手段清洗一击 只是折损一批高手 底牌得以被保留 哼 老夫死也要拉你垫呗 赵横江怒喝道 神色疯狂 青色蛟龙体表 涌出一大片轻蒙蒙的狂风 扑向上官威 上官威袖子一抖 一只小巧玲珑的黑色小镜飞出 黑色小镜的镜面亮起 无数的黑色符纹 喷出一片黑色霞光 照住了青色蛟龙 青色蛟龙仿佛被定住一样 动弹不得 趁此良机 上官威口中念念有词 往灭仙服打入一道法诀 灭仙服亮起刺目的金光 化为一团万丈大的金色蛟羊 砸向石壁 轰隆隆 一道惊天动地的巨响 石壁破裂开来 出现一个拳头大的坑洞 上官威收起黑色小镜 化为一道黑色顿光 朝着坑洞飞去 喷 青色蛟龙发出一道怒吼 照住他的黑色霞光破碎 他尾部猛然一扫 准确拍中上官威 上官威发出一道痛苦的惨叫声 顺着坑洞飞出了烈阳神塔 青色蛟龙紧随其后 上官威惊讶地发现 自己位于一个微型湖泊上空 海水剧烈翻涌 化为一只数百丈大的蓝色大手 拍向上官威 与此同时 海面上骤然产生一股强大的重力 将他往海水扯去 上官威眉头一皱 手腕一晃黑雀中 一道黑茫茫的鹰波席卷而出 迎向蓝色大手 轰隆崩 一声巨响过后 蓝色大手四分五裂 化为漫天水浪 这个时候 青色蛟龙也脱困了 他刚一露面 头顶虚空波动一起 一只百余丈大的七色大手 凭空浮现 迅速拍下 青色蛟龙发出愤怒的嘶吼声 庞大的身体扭曲变形 下一刻 他的身体出现一道道恐怖的血痕 似乎要冰茧 不 赵横江发出不甘的怒吼 青色蛟龙并非他的灵兽 只是他饲养过的灵兽 他强行融合 缺陷很大 青色蛟龙化为一大片血肉 坠入了海里 惊魂都没能逃出 高空传来一阵巨大的雷鸣声 一团几十里大的黑色雷云 出现在高空 电闪雷鸣 雷云之中涌现出无数道银色电弧 仿佛江河奔流 生生不息 上官威一开始想要做山官虎斗 后来又想布置阵法 对付青连仙旅 王长生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他朝着远处望去 惊讶地发现 王长生和汪如烟 站在一座蓝色宫殿里面 王长生和汪如烟体表龙 罩着树道灵光 上官威的神通太厉害了 一般的法宝未必挡得住 王长生直接祭出了玄水宫 再给自己施加树道防御 确保万无一失 上官威是原因大圆满 不过王长生将他荡城化神修饰对待 他们修炼的是地品功法 日月双圣和上官威修炼的都是天品功法 他们的实力都很强 你们倒也看得起我 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也不怕引来天蓝界修饰 上官威狂笑道 脸上露出一种从容的表情 他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了 他引以为傲的幻术 对青连仙旅无效 青连仙旅一口气祭出树道防御 他无从下手 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 你想想自己怎么死吧 王长生的语气淡漠 满脸杀意 他往阵盘上打入树道法掘 轰隆隆 高空传来一阵巨大的雷鸣声 上百道粗大的银色闪电 从雷云之中飞出 劈向上官威 海水剧烈翻滚 掀起上百道蓝色龙卷风 直奔上官威而去 王长生以十八颗定海珠布阵 再在外围布置一套四阶的雷属性阵法 双重宝杖 立即地攻击而来 声势惊人 上官威哈哈大笑 冷着脸问道 叶灵真的在你们王家 九幽令在你们手上 王长生没有回答 神色冷漠 那是你们自找的 若不是叶师兄跟我争 九幽宗会遭到各大势力围攻 我会身受重伤 调养百年 你们若不是收留叶灵 我会派人对付你们 我没有错 错的是你们 今日我栽在你们的手上 算我运气不好 我可以死 但我不会便宜了你们 上官威面露癫狂 神色扭曲 他的身体急速膨胀起来 轰隆隆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上官威自爆 化为漫天血雨 原因都没有留下来 王长生眉头紧皱 上官威不愧是一派宗主 宁死也不让对手好过 上官威自爆 本命法宝 灵宝全部自爆 不但什么东西 都没有给王长生留下 定海珠也受到了一定的损伤 王长生和汪如烟神石大开 汪如烟借助乌凤法墓 查看方圆百里 看看上官威是不是假死 他们并没有撤掉阵法 反而操控阵法 攻击无人的海水 轰隆隆地爆鸣声不断 气浪滚滚 一个多时辰后 他们再三确认 上官威已经毙命了 彻底从人间消失了 这才放下心来 至而 为父替你报仇了 王长生大声喊道 眼中满是泪水 他等了数百年 终于能报沙子之仇了 汪如烟也忍不住好好大哭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 他做噩梦梦到王清智 向他哭诉自己死得好惨 今日他们总算能为儿子报仇了 大仇得报 王长生和汪如烟如释重负 走吧 这里的动静太大 天蓝界修士恐怕已经在路上了 王长生收起定海珠和阵法 和汪如烟离开了这里 地面一片狼藉 散落着大量的法宝碎片和血肉 第1687章 跟族人会合 天蓝界西北部 宁远郡 金陵城 一座僻静的青蛙小院 地下室 黄富贵盘坐在蒲团上 提标笼罩着一层黄色霞光 一股微风包裹着他全身 石壁上遍布玄奥的符纹 显然是静止 在黄富贵身后 有一口食欲丈大的灵眼之泉 不停地往外喷涌泉水 灵气充沛 一张传音符飞了进来 黄富贵立刻睁开了双眼 胖乎乎的手掌 抓住传音符捏碎 王秋明欣喜的声音骤然响起 黄道友 祖父祖母跟我们会合了 黄富贵惊喜交加 收起灵眼之泉 走了出去 他来到外面 看到王长生和汪如烟 脸上乐开了花 王道友 王夫人 好久不见 福前辈呢 黄富贵期待地问道 他这些年担惊受怕 就怕天兰宗修士 突然杀上门 我们跟福前辈失去联系了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情况 王长生轻笑着说道 他之前打算找一处天兰宗分舵 隐藏身份闭关修炼 不过天兰宗加大 击拿东离界修士的力度 四处击拿东离界修士 如此一来 王长生只能打消这个念头 想来想去 不受打扰的地方 也就是天兰界三大险地了 万雷海域自然不必说 他们刚从那里出来 藏仙需有不少空间裂缝 藏魔兵园倒是一处不错的地方 藏魔兵园位于天兰界西北部 王长生在赶赴藏魔兵园的路上 感应到华身的存在 立刻赶过来了 当初他给华身下了命令 保护王秋明的安全 除非华身死了 否则他一直保护王秋明 冲击华身轻闹的动静太大 光靠汪如烟还不够 加上王秋明等人 王长生的把握更大 你们不知道 福前辈的下落 那你们下一步做何打算 现在外面风头很紧 天兰宗修士在四处寻找我们 黄富贵有些紧张地说道 福温不在的话 他自然不会跟着王长生 去洗扰天兰宗的分舵 他还没有活够呢 我们打算找一处地方 避一避风头 对了 黄道友 多谢你帮忙照顾我们的族人 汪如烟取出一把黄色小伞 和一面黄色盾牌 递给黄富贵 赵横冰冰蟹 身上的财物被上官威自爆波及 王长生杀了好几位元英修士 就得到一件灵宝和数十件法宝 若上官威没有自爆 他能多得到几件灵宝 他们赶路期间 碰到不少天兰宗修士 情下一下天兰宗修士搜魂 发现有不少东离界修士被抓到了 黄富贵能躲在这里数十年 没被天兰宗修士发现 还是很有本事的 王夫人太客气了 咱们是熟人 黄某可不是图你什么 当然了 你一番好意 我也不能不要 黄富贵假意推托 收了下来 王秋明哭笑不得 黄富贵真是妙人 要收你就收下 何必假惺惺 黄道友 你有什么打算 是跟着我们 还是继续躲在这里 王长生随口问道 说心里话 他不想黄富贵跟着自己 这家伙有事跑得最快 不过黄富贵 能躲在世俗界数十年不被发现 还是有一些本事的 黄富贵面露迟疑之色 他犹豫片刻 道 反正目前也没什么地方去 黄某跟着你们吧 当然了 你们也知道 黄某实力低微 实在不是同阶道友的对手 他若是独身一人 要是遇到危险 都没人帮他分担压力 清廉仙旅的实力很强 若是碰到天兰宗修士 有他们帮忙 拖着天兰宗修士 黄富贵有很大希望脱身 除此之外 他到天兰界 是为了冲击化神器 清廉仙旅拥有大气韵 说不定黄富贵 能蹭一些气韵 王长生和汪如烟淡然一笑 点头答应下来 他们也没指望 黄富贵跟同阶修士斗法 黄富贵是出了名的耸包 那好 我们一个时辰后动身离开 黄道友 你回去收拾一下 王长生沉声说道 黄富贵识趣地离开了 他知道王长生有话 要跟族人说 王长生召集族人开会 给他们发放法宝 他们灭杀了不少原因修士 身上的法宝多得用不完 发给结单期的族人 可以提高他们的实力 王英杰分到一件防御法宝 和一件攻击法宝 王秋明分到两件防御法宝 王荣廷等人都分到几件法宝 外面风头太紧 咱们要找一个地方 避一避风头 我打算冲击化神器 需要你们给我护法 王长生此话一出 王秋明等人先是一愣 他们很快反应过来 神色激动地说道 孙儿愿为祖父 老祖宗 护法 王长生欣慰地点了点头 跟他们说了一下外面的情况 商议行进路线 应对各种意外 一个时辰后 王长生等人离开了小院 混在人流之中 离开了金陵城 天蓝界西北角 一片连绵千万里的翠绿山脉 一个隐秘的地下山洞之中 一条百丈长的金色蟒蛇 趴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 金色蟒蛇体表 涌现出刺目的清光 身体挪动了起来 上官天红 这笔杖老身记下了 金色蟒蛇口吐人言 语气冰冷 他正是青花老祖 上官天红的实力太强了 有三件通天灵宝 青花老祖根本不是对手 肉身都被毁掉了 元神施展秘术逃走了 青花老祖本体是一条青花蟒 机缘巧合下 吞食了一条 拥有吞天蟒血脉的四阶妖蟒尸体 苦修八百年 才得以化为人形 他的肉身被毁 元神夺射了一条三阶妖蟒 想要恢复修为 至少要数百年的时间 至于化为人形 难度非常高 一般来说 血脉强大的妖兽 才能化为人形 普通妖兽修炼到五阶 都不一定能化为人形 能够化为人形的妖兽 要么有强大血脉 要么有特殊的机缘 青花老祖剩下的兽缘不多了 别说化为人形 能否恢复修为还是另说 他现在只是一条三阶妖蟒 结单修饰都能杀了他 毫不客气地说 上官天红此举 等于断了青花老祖的道徒 金色蟒蛇快速扭动身体 钻入了一条隐秘的裂缝之中 第1688章 藏魔兵源 藏魔兵源位于天蓝界西北部 常年下雪 还有不少强大的禁制 据说有灭杀化神修士的妖兽 天蓝宗的化神修士 带队青角藏魔兵源 损失惨重 最终撤离了藏魔兵源 藏魔兵源也就成为了 天蓝界三大险地 因为藏魔兵源独特的环境 很适合种植兵属性灵药 天蓝宗在藏魔兵源外围 开辟了大量的灵田 种植兵属性灵药 派了一批弟子助手 范雪出身修仙家族 兵灵根修士 修到四百载 已经是园阴后期 他的家族在天蓝宗 有不小的势力 藏魔兵源的环境 很适合他修炼 范雪在此坐镇三百多年了 这一处分舵 共有三位园阴修士 和数十名杰丹修士坐镇 哪怕战时吃紧 天蓝宗都没有调动这里的修士 范雪得以安心修炼 藏魔兵源的面积超过一里 尽头是无风海 从范雪把守的入口进入 比较安全 入口位于一个狭窄的山谷 地面的积雪 有一人多高 谷内有一座占地极广的白色庄园 在白色庄园后面 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 高空不断飘落豆大的雪花 寒风凌冽 吹起无数的白色雪花 一时电 范雪正在和两名同门说着什么 东力界修士太闹腾了 多处奋斗遭到袭击 听说有一位操控炼师的原因修士 连上官师兄也奈何不了他 总多让咱们加强戒备 范雪郑重地说道 他口中的上官师兄叫上官名 上官天红的玄孙 上官名是木火双灵根修士 有原因后期的修为 实力不输给原因大圆满修士 实力在天兰宗的原因修士之中 能够排进前五 操控炼师 不会吧 上官师兄可是上官师伯的玄孙 灵宝就有数捡 也奈何不了此人 一名个子矮胖 面容和矮的白袍老者 有些惊讶地说道 此人的炼师不一般 能够释放法术 可以施展道法神通 攻防一体 有别于普通的炼师 范学解释道 他也不太相信 炼师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死板 依靠强大肉身近身私药 炼师惧怕雷火属性的道法 东离界修士炼制出来的炼师 能够释放道法神通 攻防一体 匪夷所思 咱们也不必大掌他人威风 东离界的原因修士 厉害的就那几位 赵师兄不是请拿了多位东离界修士了吗 我相信所有的东离界修士 迟早落网的 咱们 白袍老者的话还没说完 一阵婉转的琵琶声响起 警报声大作 不好 迪西 范学欲融一变 立刻飞了出去 他们飞出一时听 惊讶地发现 门下弟子有些反常 他们或手舞足蹈 或开怀大笑 或嚎嚎大哭 或满脸愤怒 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的目光呆滞 显然陷入了幻境之中 幻术 上官威 范学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上官威 上官威凭借幻术 杀死了多位天兰宗修士 先有对手 古外 汪如烟坐在地面上 双手抱着天幻琵琶 食指不停地拨动琵琶弦 一阵阵婉转的琵琶声响起 王长生站在汪如烟身边 神色淡漠 他和汪如烟体表 都被一片蓝色霞光包裹着 汪如烟的气息 达到化神初期的水准 范学三人飞出谷外 他们看到王长生和汪如烟 大惊失色 清廉仙旅 他们刚一现身 头顶虚空亮起一道七色灵光 正是七彩琉璃波 这件灵宝被王长生打飞出去 没有毁掉 七彩琉璃波滴溜溜一转 喷出一片七色灵光 照向范学三人 范学三人还没来得及避开 一阵急促的铃铛声响起 正是射魂灵 他们头晕目眩 还没恢复清醒 就被七色灵光罩住 琵琶声骤然变得急促起来 没过多久 琵琶声变得激昂起来 紧接着变得婉转 范学三人的神色恍惚 他们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提表灵光大放 他们纷纷祭出法宝 攻击七色光罩 轰隆隆 一阵巨大的轰铭声响起 七色光罩纹丝不动 范学从袖子里 取出一张淡金色的符篆 还没来得及祭出去 石海传来一阵剧痛 他身体发抖 差点从半空中掉落下去 很快 他们的神色变得癫狂起来 纷纷取出力气 斩下了自己的脑袋 灵光一闪 三只迷你圆鹰离体飞出 圆鹰刚离体 一片轻蒙蒙的霞光从天而降 将三只迷你圆鹰 卷入一座清光闪闪的巨塔之中 与此同时 谷内的修士纷纷自我了结 从汪如燕出手 到他灭杀这处奋斗的所有修士 用了石膝 若是上官威 根本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这就是地品功法 跟天品功法的差距 不同的是 汪如燕的神通 附带阴波攻击 幻术只是其中一个神通 而上官威的神通 都是偏向幻术 若是咱们都进入化神期 再有一件英律类的通天灵宝 咱们灭掉一个门派 也很轻松 王长生有些激动地说道 汪如燕不费吹灰之力 就灭了数十位修士 等他进入化神期 肯定更厉害 汪如燕奄然一笑 哦 我和夫君不一样 你走的是唯物修仙 我走的是唯心修仙 灵物对我有一定帮助 但是更加重视心境 咱们帮亲至报仇 我的心境圆满不少 正好借此机会闭关修炼 冲击原因大圆满 王长生点了点头 取出一张传讯符 朝着身后丢去 没过多久 黄富贵等人飞了过来 看到所有建筑完好无损 黄富贵满脸震惊 看样子 清连仙旅不费吹灰之力 就灭掉了这一处分舵的修士 你们快速打扫战场 然后一把火烧掉这里 做成劫略的假象 王长生冲王秋明等人吩咐到 他们袭击了多处分舵 抢走了不少好东西 那些都是障眼法 王秋明应了一声 带着族人去打扫战场 一展察的时间后 在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中 这一处分舵燃起熊熊大火 火光冲天 王长生等人飞入了藏魔冰原 考虑到这里是天蓝界三大险地 王长生不敢有丝毫大意 神势大开 汪如烟动用乌凤法木 小心翼翼地观察附近的环境 穿过一片开阔地后 是一片连绵不绝的白色山脉 可以看到不少百余丈高的白色树木 两日后 王长生等人停了下来 前面是一个万亩大的湖泊 奇怪的是 这里的积雪有一人多高 湖水却没有结冰 王长生的神识探入湖水 他的神识探入湖底百丈 就被某种禁止挡住了 这里是允仙湖 根据记载 原因修士从这里飞过 也会允命 应该是有某种强大的禁止 有火属性的灵宝 或者其他特殊宝物 才有可能平安穿过这里 汪如烟手上拿着一枚蓝色玉碱 皱着眉头说道 第1689章 明月之水 允仙湖是藏魔冰原第一道显观 湖水不是普通的水 而是明月之水 明月之水是天兰界的独有之物 其寒无比 普通器皿无法盛装 普通的原音修士 根本无法穿过允仙湖 天兰宗修士 只是守住藏魔冰原的入口 并没有在这里活动 可见天兰宗修士 还是很忌惮允仙湖的 王秋明放出两只通体黑色的 飞鹰傀儡兽 操控它们 朝着允仙湖飞去 飞鹰傀儡兽 刚刚出现在允仙湖上空 还没飞出石杖 就失去了控制 快速地面坠去 王秋明眉头一皱 单手一抓 两只傀儡兽向他飞来 他可以清楚看到 傀儡兽体表结冰了 冰层是黑色 别用手接触 这不是普通的冰块 而是冰冰 哪怕是原音修士沾到冰冰 也会有大麻烦的 汪如烟开口提醒道 若不是查看了天兰宗修士身上的预检 他也不知道允仙湖的可怕 王秋明收回手掌 两只飞鹰傀儡兽快速朝着雪地坠去 砰砰的闷响 两只飞鹰傀儡兽摔得稀巴烂 明月之水有点意思 要是能收取明月之水 可以炼制成重宝伤敌 皇富贵有些兴奋地说道 他看到了伤机 他挤出一个巴掌大的黄色玉瓶 打入一道法绝 黄色玉瓶的体型顿时暴涨 瓶口朝下 喷出一大片黄色霞光 笼罩住一片湖面 大量的明月之水涌入黄色玉瓶 不过没过多久 黄色玉瓶的灵光暗淡下来 表面出现一道道细小的裂痕 咔嚓的一声 黄色玉瓶四分五裂 连同大量的明月之水 坠入了湖里 溅起大量的水浪 水浪落在雪地 雪地快速结冰 冰层不断扩大 蔓延出数百丈 积雪都变成了巨大的黑色冰块 王长生眉头一皱 单手冲下方的湖水虚空一抓 虚空波动一起 一只百鱼丈大的蓝色大手凭空浮现 如同海底捞月一般 朝着明月之水抓去 蓝色大手抓起大量的明月之水 不过很快 蓝色大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冰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冰块 坠入了湖里 根据预检记载 十几万年前 几位化神器魔族杀入天蓝界 明月之水是魔族从魔界带来的 严格来说 藏魔冰原是一处古战场 不过魔族早就死了 天蓝宗的化神修士 想要收取明月之水 都以失败告终 哪怕是灵宝 沾到明月之水也会损坏 汪如烟皱眉说道 脸色凝重 王长生心中一动 想起了青莲鼎 青莲鼎可以提纯炼气材料 品阶绝对在灵宝之上 不过从灵气波动来看 青莲鼎不像是通天灵宝 镇海令也一样 光从灵气波动来看 看不出异常 他缺少大杀气 面对化神修士只能逃跑 若是能用明月之水炼制一箭重宝 那是最好不过了 太阴神经是不错的载体 或许能够盛放明月之水 他略意沉吟 还是打消了 用青莲鼎收取明月之水 想要炼气的话 他直接在这里 炼气就行了 没必要用青莲鼎收取明月之水 万一弄坏了青莲鼎 那就得不偿失了 王长生寄出一艘雪白色的非洲 非洲表面铭刻着无数的玄奥符纹 散发出一阵柔和的白光 飞雪洲 飞行法宝 用特殊的材料炼制而成 可以削弱明月之水的威力 泛雪就是用磁宝穿过允仙湖 王长生等人陆续飞到飞雪洲上面 飞雪洲涌现出刺目的白光 照着所有人 化为一道白色长虹 朝着允仙湖飞去 半刻钟不到 飞雪洲穿过了允仙湖 一片荒凉的白色雪原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高空不断有白色雪花落下 一阵阵寒风吹过 卷起无数的白色雪花 王长生发觉一掐 飞雪洲光芒大涨 加快了速度 三日后 他们出现在一片连绵百万里的 白色山脉上空 无论是大树还是石头 都被冰冻住了 仿佛冰雕一样 甚至能够看到一些 被冰冻住的冰雕 这里会爆发一种奇特的寒风 无论是修士还是法宝 触碰到这种寒风 都会被冰冻住 汪如烟柳眉井咒 这是最难的一关 天兰宗修士探索藏魔冰原 就是在这里死伤惨重 若不是有飞行领宝 很难穿过 王长生心念一动 王兴化为一道金色顿光 朝着山脉飞去 他还没飞出千丈 骤然刮起一阵狂风 十几道白茫茫的寒风 从四面八方袭来 王兴法觉一掐 提表金光大放 一道震耳欲龙的龙银声响起 一条百余杖长的金色蛟龙 从他身上飞出 正是他的独门神通大威天龙 金色蛟龙扑向白色狂风 他刚一接触到白色狂风 身体骤然结冰 化为了一个巨大的冰雕 王兴躲避不及 左肩被白色寒风击中 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结冰 骤然化为了冰雕 王长生连忙张口 喷出一道淡蓝色的火焰 击在王兴身上 冰层快速融化 王兴飞回王长生身边 黄道友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穿过这里 王长生望向黄富贵 随口问道 黄富贵略意迟疑 点头道 我有一件避风帆 或许能够穿过这里 我先试试 他翻手取出一杆黄光闪闪的番旗 旗杆上遍布玄奥的符纹 旗面上有一个龙卷风图案 他轻轻一晃避风帆 一股黄蒙蒙的霞光席卷而出 照住黄富贵 黄富贵化为一道黄色顿光 朝着白色山脉飞去 王长生眼中亚瑟一闪而过 黄富贵的顿速不比他慢 要知道 黄富贵只是园英中期 如果没有飞行领宝 估计园英大圆满修士 都追不上黄富贵吧 黄富贵一出现在白色山脉上空 骤然刮起了数十道白茫茫的寒风 鸡向黄富贵 奇怪的是 数十道白色寒风 接触到黄色霞光 纷纷避开了 黄富贵来去自如 黄富贵在山脉上空转了一圈 白色寒风奈何不了他 没问题了 有避风帆在手 咱们可以安全穿过这里 黄富贵飞回王长生身边 笑着说道 他猛然一抖避风帆 一大片黄色霞光飞出 照住所有人 在黄色霞光的包裹下 他们朝着高空飞去 山脉之中 不时刮起一阵阵白茫茫的寒风 寒风就避开了 一个时辰后 他们穿过白色山脉 出现在一座千余丈高的雪山上空 雪山上生长着不少白色树木 这里不再刮起白色寒风 他们又飞行了二十多万里 都没有出东任何静置 这才落在一座陡峭的雪山上面 以雪山为中心 方圆百里是一片开阔地 东边是一个巨大的蓝色冰湖 南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白色蜜林 西边是他们的来路 北边则是深入藏魔冰原 咱们就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吧 天蓝宗修士 想要追到这里也有一定难度 王长生沉生说道 这里的地理位置不错 他打算再次冲击化神器 黄富贵只打哆嗦 哪怕是他是原因修士 他也有些不适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里确实是藏匿的好地方 黄某就不打扰王道友了 我在那里修炼吧 黄富贵识趣地离开了 朝着北边飞去 要是有强敌来翻 他可以逃入藏魔冰原深处 可进可退 第1690章 准备冲击化神器 秋明 你们带几个人坐镇东边 王兴坐镇南边 夫人跟我留在这里 王长生给族人分配了任务 他有两份灵物 再加上太阴之水 他有很大的几率进入化神器 修仙者进入化神器的时候 肉身会出现谈话现象 这个过程比较长 容易引来其他妖兽 因此 修仙者冲击化神器 需要有人护法 汪如烟等人自然没有已经 王秋明带着族人 前往东边的蓝色冰湖飞去 在湖泊附近布置阵法 王英杰利用法术建造白色冰宫 用来当作洞府 这里的环境不适合他们修炼 不过确实是一处安全的地方 木妖和灵规都陷入了沉睡 他们苏醒很可能进入四阶 王长生将他们安置在雪山五十里外 让王英杰等人给他们修建洞府 避免他们跟自己同时引来雷杰 加大雷杰之力 修仙者冲击化神器 会引来五九雷杰 威力巨大 若是正好有修士 或者妖兽引来雷杰 五九雷杰的威力会更大 王长生查看了镇海宗先辈 冲击化神器的心得 有一些启发 汪如烟的士灵兽 也陷入了沉睡 也安置在雪山五十里外 他住在山脚下 给王长生护法 同时也是闭关修炼 王长生用七星斩妖刀 开辟出一个百余丈大的简陋石室 他一口气布置了五套四阶阵法 他盘膝坐下 取出一批炼气材料 和十八颗定海珠 他打算修补定海珠 否则杜劫的时候 定海珠未必挡得住 算起来 到了天蓝界后 王长生和汪如烟灭杀的原因修士 超过十位 最低也有原因中期 得到大量的财物和炼气材料 王长生法觉一掐 十八颗定海珠一飞而起 绕着王长生盘旋不定 他一张口 喷出一片蓝色火焰 包裹着十八颗定海珠 山脚下 一个百余丈大的简陋石窟 王如烟盘坐在一张蓝色铺团上 双目紧闭 这一次到天蓝界 他和王长生经历了很多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杀了上官威这个沙子仇人 了结了他心中的一桩汗事 王如烟的周身 涌现出点点蓝光 化为一枚眉玄傲的音符 一阵悦耳的仙音声响起 黄富贵站在雪地上 遥望着远处的白色山脉 天蓝界三大显地之一 化神修士也不敢深入 黄富贵倒是想闯一闯 他修炼的功法比较特殊 修炼速度较慢 不过按部就班修炼 进入更高境界 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神通不强 因此 他需要威力巨大的法宝 黄富贵不敢跟同皆修士生死斗 寻宝的胆子倒是有 这是他的老本行 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此事不及 黄富贵自言自语道 他能修炼到今天 自然不是靠鲁莽 而是稳重 天蓝界东北部 万马草原 万马草原的地理环境独特 适合训养灵马 这里是天蓝宗最大的马场 训养了数万匹灵马 一片连绵起伏的草地 地面一片狼藉 有不少巨大的坑洞 躺着十几具尸体 方木气喘吁吁 脸色苍白 左胸处有一个拳头大的血洞 右腿一片血肉模糊 他的神色狂热 九居原阴气的练尸 将一名五官清秀 个子高挑的金山青年 团团围住 金山青年头戴金色玉冠 腰蝉白玉腰带 一副富家公子的打扮 上官命 上官天红的后人 上官明的脸色苍白 衣服上沾着不少血迹 看起来有些狼狈 九居练尸体表血肉模糊 他们有人形 有兽形 冰冷的眼珠子 直盯着上官明 嘿嘿 树剑灵宝 真是财大气粗 你多半是某个化身老怪的后人吧 方木嘿嘿一笑 目光狂热 他修炼的功法比较特殊 九居天师提升到元阴七后 方木借助九居天师的尸气 顺利修炼到元阴后期 他来到天蓝界数十年 死在他手上的元阴修士 有二十人之多 论战绩 他绝对是 九居可以施展道法神通的天师 相当于九名元阴七修士 加上方木就是十位元阴修士 没几位元阴修士 是他的对手 若不是上官明有数件灵宝 方木早就杀了上官明了 哼 饲养炼尸 为祸人间 我替天行道 除掉你这个魔头 上官明冷笑道 满脸杀气 为祸人间 哼 比起你们这些伪君子 方某愧不敢当魔头这个名号 若不是你们天蓝界入侵 我会来天蓝界 仗着祖辈逞兄算什么本事 没有数件灵宝 你早死了 方木鸡笑道 他法觉一掐 一具炼尸往地面狠狠一躲 地面剧烈地晃动起来 方元十几里的地面化土为沙 骤然刮起一阵狂风 无数的黄色沙粒被吹起 直奔上官明而去 上官明不敢大意 手中的青色羽扇轻轻一晃 狂风四起 一道数百丈高的青色封墙 凭空浮现 挡在身前 密集的黄色沙粒 急在青色封墙上面 传出炒豆子的闷响 密集的黄色沙粒聚集到一起 变成一道巨大的黄色沙木 将上官明困在里面 给我破 上官明一声大喝 法觉一掐 身前的一座三组顶炉 红光大掌 顶身上的红色蛟龙 发出一阵响亮的龙音声 一大片赤色火焰席卷而出 三个呼吸不到 就有树立大小 迎向黄色沙木 轰隆隆 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 黄色沙木消失不见了 方木和九居炼狮也消失不见了 又被他逃了 可恶 上官明气急败坏地说道 一般来说 一名修士能掌握的神通有限 大多数修士就精通两三种属性的神通 而方木的天师掌握 一共掌握九种不同属性的神通 攻防盾一体 他的灵宝 只能伤到方木的炼尸 无法灭杀 谁让方木的天师 懂得防御神通 他望为眼地面上同门的尸体 眉头紧皱 心中杀意更胜 方木一日不除 威胁越大 要是让方木的天师 都培养到化神器 天蓝界无人能拦得住方木 上官明收起同门的尸体 化为一道顿光破空而走 他现在的状态也很虚弱 继续追杀方木 也有陨落的危险 第1691章 刘叶参战 东立剑 南海 某片一望无际的蔚蓝海域 万里无云 王清山正在追杀赵横斌 赵横斌的脸色苍白 骑着一只通体红色的巨虎 想走 把人头留下 救堂地 王清山冷漠的声音响起 满脸杀气 王清山记下每一位 袭击青连岛的原因修饰 他在王清俊的坟前发誓 一定要杀光这些原因修饰 每次开战 王清山都会对付 袭击青连岛的原因修饰 他见诀一掐 九把青力剑 纷纷绽放出刺目的青光 剑鸣声大胜 九把青力剑 在高空快速飞转不定 化为九朵杖许大的青色莲花 滴溜溜一转 九朵青色莲花 直奔赵横斌而去 赵横斌轻哼了一声 手掌一翻 黑光一闪 一块巴掌大的黑色燕台 出现在手上 黑色燕台的样式古朴 洗槽中有墨汁缓缓流动 赵横斌将黑色燕台 朝着虚空一抛 再打入一道法掘 黑色燕台顿时绽放出刺目的乌光 体型暴涨至百余胀大 黑色实验的燕口朝下倾斜 一股散发出墨香的墨汁坠落 如同一条黑色瀑布一般 横立在海面上空 王青山剑掘一掐 剑鹰如雷 密集的青色剑气席卷而出 化为一道数百丈长的晴天剑光 以摧枯拉朽之势 斩向黑色瀑布 晴天剑光机在黑色瀑布上面 如同泥如大海 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青山眉头一皱 一片青色火焰出现在青莲剑的剑身上 温度骤然升高 他手持青莲剑 朝着黑色瀑布虚空一批 刺拉的闷响 虚空震荡扭曲 一道千余丈长的晴天剑光 一闪而出 劈向黑色瀑布 黑色瀑布如同保纸一般 被晴天剑光斩得粉碎 晴天剑光劈在黑色燕台上面 黑色燕台倒飞出去 九朵青色莲花迎面来 眼看就要 积在赵恒斌身上 赵恒斌身下的红色巨虎 发出一道愤怒的唬哮声 虚空震荡 一股红濃濃的音波席卷而出 迎向九朵青色莲花 九朵青色莲花 跟红色音波相撞 陆续倒飞出去 恢复飞剑本体 将赵恒斌团团围住 九把青里剑纷纷晃动起来 剑鸣声不断 虚空出现点点青光 化为一朵朵巴掌大的青色莲花 剑阵 赵恒斌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脸上露出疯狂的神色 体表灵光大放 虎头的脑袋扭曲变形 骤然出现一张人脸 正是赵恒斌 红色巨虎的气息暴涨 迅速从四阶下品 达到了四阶上品 密集的青色莲花 从四面八方袭来 如同一把把利剑一般 击在红色巨虎身上 传出坑坑的闷响 青色莲花仿佛撞在 铜墙铁壁上面一般 红色巨虎发出一声怒吼 周身涌现出无数的赤色火焰 续空中涌现出点点火光 化为一颗颗赤色火球 有上千颗之多 如同高空的繁星一般 密集的赤色火球 朝着四面八方袭卷去 声势惊人 这还不算完 红色巨虎的双赤狠狠一扇 十几道红萌萌的热风 凭空浮现 朝着四周袭卷去 红萌萌 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过后 九把青里剑道飞出去 一道刺痛耳膜的破空声响起 一道青色长虹击射而来 以雷霆万军之势 击向红色巨虎 红色巨虎 张开血盆大口 喷出滚滚烈焰 击向青色长虹 赤色火焰击中青色长虹 青色长虹顿时停滞不前 显出真容 赫然是一把青光闪闪的飞剑 剑柄上有一个青色莲花的图案 正是青莲剑 青莲剑剑身上的青色火焰蔓延开来 赤色火焰骤骤然溃散 滚滚烈焰一分为二 青色长虹没入了红色巨虎的嘴里 从他的腹部飞射而出 青光一闪 青色长虹化为王青山的身影 王青山手中握着青莲剑 脸色略显苍白 以他缘因中期的修为 施展人剑合一的秘术 缘因后期修饰也挡不住 就在这时 王青山头顶虚空波动一起 点点青光浮现 化为一只三十余丈大的青色龙爪 抓向王青山的天灵盖 王青山的反应很快 手中的青莲剑往头顶虚空一匹 坑 火花四剑 王青山感觉一股难以抵挡的距离袭来 快速朝着海面坠去 海面剧烈翻滚 掀起百余丈高的巨浪 一条百余丈长的青色蛟龙钻出海面 这是一条五阶蛟龙 正是龙逍遥 青色蛟龙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响亮的龙银声 一股强大的犀利凭空浮现 王青山快速朝着他的嘴里飞去 就在这时 青色蛟龙头顶虚空亮起一道金色雷光 一把金光闪烁不停的飞剑凭空浮现 金色飞剑的剑身被无数道金色电弧包裹着 灵气逼人 显然是一剑灵宝 金色飞剑涌现出无数的金色电弧 化为一道百余丈长的金色长虹 展向青色蛟龙 错不及防之下 青色蛟龙未能避开 连忙喷出一道青萌萌的狂风 坑 火花四剑 青色狂风被金色长虹斩得粉碎 青色长虹斩在青色蛟龙的左龙角上面 龙角断裂 青色蛟龙发出痛苦的嘶吼声 提表青光大放 化为龙逍遥的模样 他的脑袋上有一个手指大的血洞 哪一位道友躲在暗处 躲在暗处算什么本事 龙逍遥冷着脸说道 你身为化神修士 袭击原音小辈 这算什么本事 敢对老夫的徒孙动手 真以为老夫不敢出手 杀光你们天兰宗的低阶修士 一道冰冷无情的男子声音 骤然响起 话音刚落 刘烨从远处飞来 停在了高空 神色冷漠 弟子拜见刘师祖 王青山看到刘烨 面露喜色 连忙攻身行礼 哼 好像我们不敢 对你们的低阶修士动手一样 龙逍遥一脸不屑 那你就动我太义仙门的弟子试试 看看是我的剑块 还是你的骨头硬 刘烨满脸杀气 三把颜色各异的飞剑飞射而出 在他头顶盘旋不定 每一把飞剑都是灵宝 在绝灵之气爆发期间 东黎界并非什么事都没做 各大势力都拿出了不少珍稀材料 炼制灵宝 第1692章 大决战 特别是成套领宝 神兵宫已经炼制出两套领宝 刘烨驱使的这套飞剑 是太义仙门的炼气师炼制的 龙逍遥眉头紧皱 太义仙门的立派祖师四季剑尊去过天蓝剑 四季剑尊连挑十几名化神修士 人的引述的皮 龙逍遥略一犹豫 没有再开口说些什么 他化为一条青色蛟龙 朝着高空飞去 很快就消失在天际 刘烨冷哼一声 剑尘一掐 四把飞剑飞回他的衣袖不见了 王青山飞了过来 恭敬地问道 刘师祖 您怎么来了 天蓝宗修士四处捣乱 我再不出来 他们还以为这里是天蓝剑 你的神通不弱 不过独自追击敌人也太冒进了 要不是老夫赶到 你已经没命了 刘烨用一种责备的口吻说道 他杀了弟子的堂弟 我发过誓 一定要杀了他 王青山认真地说道 他有一件飞行灵宝 纵然刘烨没有赶到 王青山也有把握全身而退 刘烨眼中露出几分赞赏之色 他欣赏 王青山重情重义 否则也不会几次出手就王青山 走吧 跟我回东里岛 刘烨化为一道顿光 朝着来路飞去 王青山紧随其后 半刻钟后 他们回到了东里岛 你好好休息 晚点跟一部分修士撤离前线 去太一仙门修炼一段时间吧 那里是比较安全的 有祖师爷留下的手段 足以应付化神修士 刘烨吩咐到 充满了自信 撤到后方 这不合适吧 王青山面露迟疑之色 小心翼翼地说道 这场战事的决定权 在化神修士身上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你还年轻 要是陨落在这里 就太可惜了 孙道有他们 还是会卖老夫一个面子的 你和你的后辈一起离开 这样总想了吧 刘烨沉声说道 他是主动参战 至于让王青山和王弄斌 撤到太一仙门修炼 有很多原因 刘烨不希望王青山 死在这一场劫难之中 除此之外 如果青连仙旅回不来 王青山就是王家的主心骨 可以带领王家 并入太一仙门 补充太一仙门亏损的实力 刘师祖大恩 弟子感激不尽 王青山感激道 说实话 若不是这一场战事 他可能已经 进入原因后期了 记住了 你是王家子弟 也是我太一仙门的弟子 哪怕是记名弟子 也是我们太一仙门的弟子 刘烨肃然说道 王青山连声称是 他知道自己欠太一仙门太多了 有机会找机会 还上这份恩情 刘烨叮嘱几句 就离开了 王青山取出传讯盘 联络王孟兵 没过多久 王孟兵就出现在王青山面前 王孟兵的脸色苍白 气息萎靡 身上多处有烧伤的痕迹 孟兵 怎么回事 谁打伤你的 王青山皱眉说道 他追杀赵横兵 王孟兵留在前线 跟天兰宗修士斗法 以他的实力 不至于这样 孙儿被人暗算 还好其他道友出手相助 我才捡回一条命 不过仅此一战 我也无力再战 我打算申请往后方调养 王孟兵的语气 有气无力 显得十分虚弱 王青山点了点头 道 刘师祖也打算 让我撤到后方修炼 我到时候 跟你一起回去吧 这场战事 还不知道要打多久 见面大战 已经打了数十年了 还没有结束 一时电 十几名化神修士 正在商议着什么 刘道友 你怎么来了 你不怕天兰宗修士 袭击你们太仙门吗 东方御灵看到刘烨 有些惊讶 啪 啪有用吗 将对将 兵对兵 他们敢杀老夫的徒子徒孙 那老夫也不用跟他们讲规矩 专杀天兰宗的低阶修士 于死网破 我们太义仙门 是硬生生从妖族手上 夺下一块地盘 你们安逸太久了 我要是再不过来 你们还不知道 要磨蹭到什么时候 刘烨有些不满地说道 天兰真军失踪 人族势力开发东荒 太义仙门 从众多势力之中脱颖而出 并且摆脱其他势力的控制 靠的就是实力 太义仙门这些年 不断扩张势力 有很强的进取之心 反观万剑门等势力 除了四千多年前的仙魔大战 这四千多年 十大宗门 一直过着安逸的生活 有什么重大危机 可以征召附属势力的高阶修士 刘烨有此话诧异 我们不是磨层 是没有成套领宝 生死都太吃亏 孙天虎反驳道 他根本不希望大决战 天蓝宗修士太可恶了 四处作乱 弄得群情激愤 孙天虎也不得不同意 跟天蓝宗修士决战 现在领宝炼制出来了 也该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 全间所有的化身修士 确实困难 灭掉小班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咱们的主场 咱们有天然的优势 路刀沉生说道 满脸杀气 这一场战事拖延的时间越长 南海修仙界的损失就越大 这一场战事结束 肯定会有新一轮的势力洗牌 本就该如此 不如一提一道 雷云冰是天蓝宗修士的首脑 擒贼先擒王 灭了雷云冰 降服其他天蓝宗修士 自然不是问题 对了 刘道友 你们东方前往天蓝界的队伍怎么样了 孙天虎想起了什么 问道 其他人纷纷望向刘烨 希望听到好消息 因失踪的赵道友的本命魂灯熄灭了 上百名高阶修士的本命魂灯也熄灭了 咱们在对付天蓝宗修士 天蓝宗修士 也在对付咱们派过去的修士 刘烨叹气道 听了这话 众人都有些失望 七燕真君似乎察觉到什么 取出一面红光闪闪的法盘 打入一道法绝 眉头紧皱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孙天虎皱眉问道 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们北疆派去天蓝界的高阶修士 已经死伤大半了 存活者不足五分之一 一些势力为了自身利益 着想封锁消息 存活者恐怕更少 七燕真君的脸色越发难看 如此说来 那就更容不得他们 必须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刘烨杀意更重 既然天蓝宗围剿东离界 派去天蓝界的修士 他们也没必要留守 孙天虎轻叹了一口气 沉声道 那就战 让他们见识一下咱们的厉害 鱼死网破 天蓝宗把事情做绝了 他们要是再畏畏缩缩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对此 路刀等人纷纷表示赞同 他们商议了两个时辰 考虑到各种情况 以及应对措施 做足了准备 刘烨提议让王青山和王孟斌调离前线 其他人也没有反对 两名原因修士影响不了大局 第1693章 万妖谷谷主虎云霄 他们之前不展开大决战 一来是人心不齐 各有各的小算盘 二来是没有成套领宝 打起来比较吃亏 这三十多年 他们炼制出数套领宝 有了跟天蓝宗修士抗衡的资本 加上天蓝宗修士四处作乱 引起了众怒 是时候解决天蓝宗修士了 这话我赞同 天蓝界的华神修士 也就雷云冰和龙逍遥厉害一点 若不是有成套领宝 生死相斗 他们未必是咱们的对手 一道浑厚的男子声音骤然响起 是万妖谷的虎道友 你可算来了 周星国双目一眯 朝着外面望去 其他人纷纷朝着殿外望去 一名身材魁梧的金山男子走了进来 金山男子的五官端正 气宇轩昂 双目闪烁着一阵金光 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他的气息比孙天虎弱一些 虎云霄 万妖谷谷主 化神中期 本体是一只六亿金铜虎 两男一女跟在他的身后 三人都是原因大圆满 他们的寿缘不多了 没有冲击化神器的灵物 等待他们的只是作画 在作画之前 他们愿意为东离界略尽绵薄之力 虎云霄的出现 在场修士都感到很惊讶 惊讶很快变成惊喜 有了虎道友加入 咱们的胜算又大了几分 孙天虎有些兴奋地说道 如此一来 东离界修士的实力 稳压天蓝界修士一头 虎云霄点点头 望向刘烨 沉声道 他们寿缘不多了 刘道友 我记得 你们太义仙门 有一种密药御前丹 能够将原因修士的修为 提升到化神器 可否拿出几粒 让他们服用 各个大势力 都有四节炼丹师 个别势力有五节炼丹师 万年以来 要说名气最大的五节炼丹师 当属太义仙门的四季剑尊 四季剑尊 不但神通广大 炼丹水平高超 他研究出一种密药御前丹 可以将原因后期修士的法力 提升到化神初期 四季剑尊 跟万妖谷上两任谷主接触过 虎云霄才得以 听了这话 孙天虎等人满脸震惊 他们显然是第一次听说这事 我们太义仙门 确实有这种密药 不过炼制的材料很珍惜 我们也没有几颗 老夫带了两粒 服用之后 原因修士 可以拥有化神初期的法力 时间只有半刻钟 服用此药必死无疑 刘业郑重地说道 但凡能提升一个大境界的秘术 或者灵药 都有很严重的后遗症 若非如此 太义仙门早就统一东离界了 各大势力交换珍稀材料 太义仙门得以凑齐材料 炼制出四粒御前丹 刘业带了两粒 两粒留在太义仙门的宝库 以备不时之需 好 如此一来 咱们又能多出两位化神修士 刘道友 有这种秘药 你早点拿出来 我们早就解决天兰宗修士了 东方玉陵埋怨道 玉前丹以三千年的玉前果为主药 十几种千年灵药为辅药炼制而成 凑齐一份材料不容易 刘业解释道 祖师爷留下的玉前丹早就用完了 天龙也打算利用人寿和一秘术 可以拥有化神初期的实力 事后会自动兵解 孙天虎郑重地说道 他口中的天龙 是万寿岛岛主秦天龙 秦天龙已经是原因大圆满 孙天虎提供两份灵物 他的寿元也不多了 如此甚好 不过他们可能会化整为零 并不好对付 咱们要考虑这一点 做好应对措施 刘业提醒道 孙天虎点了点头 跟其他人商议起对策 天兰岛 意识殿 雷云兵等九位化神修士 正在商议战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东离界修士明显失去了耐心 频繁挑起战事 天兰宗的原因修士越来越少 多位化神修士受创 我估计东离界修士 已经失去耐心了 估计要跟咱们决一死战了 李硕周没说到 他们分散开来看似安全 其实很容易被逐一击破 后路被断 还没有援兵 他们的士气很低落 若不是身处异界 那些原因修士 恐怕早就逃跑了 这里毕竟是东离界 真的生死斗的话 咱们未必占得了多少便宜 要不咱们求和 有人提议道 求和 到了这个时候 求和就是找死 咱们越是软弱 他们越不会放过咱们 就算要求和 也要跟他们斗一场 给他们点厉害看看 燕雀冷着脸说道 他的肠子都毁清了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他刚投靠天蓝界没多久 就爆发绝灵之气 运气差到极点 他是最不愿意 跟东离界和谈的 东离界肯定不会放过 他这个叛徒 放心吧 我已经做好了完全之策 实在不行 咱们就撤回藏仙海域 等待绝灵之气散去 雷云斌信心满满地说道 这是最坏的打算 他们是外来者 无论逃到哪里都不安全 藏仙海域倒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他手上有几张九元格陵符 可以暂时隔绝绝灵之气 足够让他们撤到 藏仙海域的安全地方 这种符状号 尽微能就报废了 能否到达藏仙海域安全的地方 还是两说 有很大的变数 你们不要太灰心 我已经派人去谋划一件大事 哪怕没有援兵 那件事若是成功 也可以扭转局势 雷云斌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 龙寒基给了司徒妹严寿的丹药 并且助司徒妹 进入园音大圆满 雷云斌派一批高手 随同司徒妹去办一件大事 若是成功 东离界不战自愧 听了这话 龙逍遥等人的脸色一缓 勉强提起了一些信心 两日后 东离岛 传颂殿 王青山等上百位修士 聚集在传颂殿 这些修士大多有伤在身 有些修士缺胳膊少腿 他们已经无力再战 要撤回后方调养 王道友 孙道友 刘道友 陈道友 你们快站到传颂殿上面 准备离开 一名身材魁梧的青袍老者催促道 王青山等十多位修士 站到传颂殿上面 传颂殿剧烈地晃动起来 亮起一道刺目的灵光 淹没了王青山等人的身影 灵光散去 王青山等人消失不见了 第1694章 大打出手 七日后 前线 两团巨大的白色云团 漂浮在高空 雷云斌等七名化神修士 站在一团白色云团上面 神色冷漠 在他对面 则是孙天虎等将近二十位化神修士 这里聚集了东离界大半的化神修士 化神中期修士 就有三名之多 各派都拿出了镇宗之宝 修仙大族也拿出了镇族之宝 上百位元英修士 在远处厮杀 轰鸣声不断 今日不是他们死 就是我们王 孙天虎面色一冷 满脸杀气 想杀我们 我看你们未必有这个好牙扣 雷云斌一脸不屑 眼眸深处掠过一抹忌惮之色 今日一战 肯定要有化神修士陨落了 雷云斌等七位化神修士 纷纷祭出一杆淡金色的番旗 旗杆上遍布玄奥的金色符纹 旗面上涌现出无数道金色电弧 和赤色火焰 散发出一股狂暴的气息 雷火番 成套灵宝 他们七人手中的雷火番 纷纷涌现出无数的金色电弧 和赤色火焰 雷鸣声不断 火光冲天 轰咆咆 伴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原本晴朗的天空 骤然乌云密布 狂风骤起 巨浪滔天 一副末日景象 高空涌现出密集的金色电弧 和密集的赤色火光 雷鸣声不断 闪电雷鸣 一团百里大的赤金色云团 漂浮在高空 赤金色云团剧烈翻滚 如同江河奔流 声声不息 声势浩大 轰咆咆 在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中 上千道拳头粗的金色闪电飞出 与此同时 赤金色火云剧烈翻滚 密集的赤色雨点 从赤金色火云之中坠出 砸向孙天虎等人 七名画神修士 操控灵宝攻击 声势浩大 方圆百里内 电闪雷鸣 动手 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孙天虎一声大喝 他和七名画神修士 纷纷取出一杆水气萌萌的蓝色翻骑 骑面遍布米粒大的蓝色符纹 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水灵气波动 翻海骑 成套灵宝 八名画神修士 一道道万丈高的巨浪 轰鸣声不断 海水倒卷 一分为二 化为两道千余丈长的蓝色鲸鱼 银向落下的金色闪电和赤色火雨 路刀和六名画神修士 纷纷取出一面银白色的镜子 边缘触刻着一些精美的花纹 银罗镜 成套灵宝 七名画神修士 将七面银罗镜抛到高空 各打入一道法诀 七面银罗镜 陆续绽放出刺目的灵光 如同七面巨大的罗盘 悬浮在高空之中 荧光一闪 七面银罗镜 各喷出一道粗大的银色光柱 七道银色光柱合为一体 如同一把银色长枪 以毁天灭地之势 击向雷云冰七人 银色光柱锁过之处 虚空震荡扭曲 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虚空仿佛要崩塌 刘烈祭出四把灵宝级别的飞剑 剑绝一掐 四把飞剑化作漫天剑气 在高空一阵盘旋 化为一条铅鱼帐长的九色剑蟒 扑向雷云冰七人 九色剑蟒锁过之处 虚空震荡扭曲 其他化神修士 纷纷操控灵宝 攻击雷云冰七人 一时间轰鸣声不断 方圆百里内各种灵光娇斥 如同放烟花一样 此消彼掌 虚空震荡扭曲变形 仿佛要撕裂开来 气浪滔天 狂风大作 天地变色 原音修士避得远远的 不敢靠近 近三十多位化神修士 再次混战 哪怕是原音修士 被斗法余波卷入其中 不死也惨 天虚洞天 是南海七大兄弟之一 也有丰富的修仙资源 机遇和风险并存 感到天虚洞天寻宝的修士 都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修士 天虚洞天附近的海面 骤然炸裂开来 十几名修士从海底飞出 为首的是一名身材矮胖的金山老者 和一名桃李年华的青群少女 两人都是化神出气 金山老者姓金明云 青群少女姓刘明凤 他们奉命跟着司徒妹 去做一件大事 司徒小友 你说的空间通道就在这里 金云望着天虚洞天的入口 眉头紧皱 司徒妹连忙点头 认真的说道 就在这里 至于通往什么界面 晚辈就不清楚了 天蓝宗的战士不利 司徒妹的地位也不保 若没有利用价值 她绝对没有好下场 天虚洞天确实有空间通道 不过要穿过有强大的静置的地方 据说天虚洞天深处 司徒妹没有退路了 只能带着天蓝宗修士 四处搞破坏 赵诗直 李诗直 孙诗直 你们先进去 有事给我们示警 小心一些 金云冲三名元英修士吩咐道 天虚洞天存在很多年了 里面的宝物 没有被搜刮一空 肯定是有原因的 她自然不会冒进 三名元英修士 应了一声 给自己施加防御 飞入了天虚洞天之中 司徒妹的神色紧张 目光紧盯着天虚洞天的入口 一盏茶的时间后 两名元英修士飞了出来 金师伯 外围没有什么危险 我们探查过了 金云轻松了一口气 她冲刘范儿说道 刘师妹 我带人先进去 没事的话 你们再进来 她还是信不过司徒妹 这种卖祖求荣的东西 毫无忠诚可言 司徒妹能够出卖东离界 也能够出卖天蓝宗 刘云带着一部分弟子 飞入天虚洞天 确认没有埋伏后 刘范儿等人才跟着进去 司徒妹来过天虚洞天多次 对此轻车熟路 有她带路 一路走来 有惊无险 半日后 他们停了下来 前面是一片辽阔无边的荒凉平原 平原上寸草不生 泥土都是灰色的 高空有一道道细小的裂缝 若隐若现 空间裂缝 穿过这里 就到目的地了 金云皱眉问道 不是 还要闯过好几处 有强大静置的地方 这只是第一道难关 司徒妹如实说道 脸色凝重 金云翻手取出一面 淡金色的小镜 反面刻着一个金色麒麟图案 灵气逼人 灵宝金灵镜 可以探查空间裂缝的存在 他将金灵镜的镜面对准虚空 金光一闪 一道金萌萌的霞光飞出 照住虚空 一行人缓缓前行 借助金灵镜 他们避开了所有的空间裂缝 有惊无险 半日后 他们穿过平原 一片连绵十几万里的赤色山脉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热浪滔天 这里有上百座火山 有些火山正在喷发岩浆 高空的云团都是赤红色的 空气中充斥着浓浓的硫磺味 刘芬皱了皱眉头 右手一翻 一颗淡红色的宝珠 出现在手上 打入一道法掘 一大片红色霞光飞出 照住他们所有人 一行人缓步前行 消失在火山群之中 第1695章 东离界大圣 天兰岛 岛上一片狼藉 地上满是尸体 天兰殿一分为二 在一片残垣断壁之中 可以看到大量的尸体 岛上的大部分建筑都被荡平了 地面上散落着不少法宝残片 孙天虎站在一座低矮的山头上面 他浑身鲜血淋漓 不知道是敌人的 还是自己的 东离界修士占据了很大优势 在数套领宝的加持下 他们占据了上风 一时间难以分出胜负 叶燕带着九幽宗的镇宗之宝 九幽宗赶到 九幽宗是通天领宝 叶燕加入后 犹如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天蓝宗修士大败 天蓝宗四位化神修士战死 东离界的东方玉灵战死 擎天龙等三位元英大圆满修士 利用秘术和丹药提升剑 法力提升到化神初期 战后兵解 他们为东离界 献出了最后一份力量 多位化神修士受伤 黑蝶婆婆的肉身 被雷云兵毁掉了 七雁真君断了一只手 孙天虎的本命灵受受了轻伤 雷云兵 龙逍遥 李硕 逃入藏仙海域 因为绝灵之气的存在 没人敢追进去 这一战 东离界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成套灵宝受损 特别是刘烨的成套灵宝飞剑 损坏了两把 威力大跌 他们从天蓝宗修士身上 得到不少宝贝 美中不足的是 精进法力的丹药 屈指可数 主要是一些炼气材料 这并不奇怪 能让化神修士法力精进的丹药 本来就不多 天蓝宗修士 若是有大量精进法力的丹药 也没有必要入侵东离界了 一道顿光从远处飞顿而来 落在孙天虎的面前 正是刘烨 他的脸色苍白 神色兴奋 他的本命 飞剑毁掉了两把 本人也受到了影响 雷云兵他们 逃入藏仙海域 他们有特殊福传 能够暂时隔绝绝灵之气 刘烨咒没说到 能够隔绝绝灵之气 孙天虎有些意外 他转念一想 道 应该只是暂时隔绝绝灵之气 否则天蓝宗的援兵 早就源源不断地过来了 不过 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要派人守住这里 等绝灵之气散去 马上进去堵住入口 刘烨点点头 补充道 从那些俘虏交代的情况来看 天蓝宗有一部分修士下落不明 可能隐藏在东离界其他地方 咱们要将他们全部找出来 全部灭了他们 以绝后患 孙天虎面露迟疑之色 赶尽杀绝 残存的天蓝宗修士 肯定会苟急跳墙 他本想反对 可不是什么好事 他倒是无所谓 反正他会回万寿岛坐镇 不用担心天蓝宗袭击万寿岛 这件事 需要咱们齐心协力去做 先收拢兵力 派重兵坐镇此地 这里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那些残存的天蓝宗修士 只是臭鱼烂虾罢了 不足为惧 孙天虎更在意 藏仙海域深处的空间通道 堵住入口 天蓝宗的修士很难过来 刘烨点了点头 申表赞同 一个月后 东离界大败天蓝宗的修士 快速流传开来 各大势力纷纷举办盛大庆典 庆祝此事 东离界调集重兵 七位化神 五十位元英修士 和数百节丹修士 坐镇天蓝岛 等绝灵之气散去 他们会立刻杀入藏仙海域 堵死空间通道 以绝后患 与此同时 东离界各大势力 纷纷粘贴告示 重金悬赏天蓝宗修士 东荒 青莲山庄 一时听 王青山 王青灵 王孟斌 彩莲仙子四人 正在说着什么 掌门师伯 希望咱们过去太义仙门 避避避风头 天蓝宗还有不少高手活着 化神修士 就有数位之多 要是化神修士出手 咱们根本拦不住 王青山的表情凝重 天蓝宗修士没有死绝 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这个时候 返回青莲岛并不安全 东离界大张旗鼓 缉拿天蓝宗修士 搞不好天蓝宗修士 狗急跳墙 灭几个势力示威 张道友的考虑 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我们不是太义仙门的弟子 七哥你去就行了 我们去郑海宗遗址吧 那里是我们的地盘 咱们欠太义仙门的恩情太多了 王青林表示反对 青莲山庄派人驻守就行了 眼下这种情况 郑海宗遗址 成为了一处不错的避难之处 郑海宗重建了 不过郑海宗的实力太弱 保不住郑海宗遗址 王家暂时接管郑海宗遗址 日后郑海宗的实力提高 王家会把郑海宗遗址 还给郑海宗 王孟兵和彩莲仙子都没有反对 王孟兵身受重伤 他需要一处安全的地方闭关调养 也行 不过你们不要立刻动身 过一段时间再说 外面还是很乱 对了 天文怎么样了 王青山问起了王天文的情况 我们已经找了一具合适的尸体 让他夺射 他在修炼 快的话 百余年就能恢复修为 王青林如实说道 王天文肉身被毁 家族帮忙找一具合适的尸体 让他夺射 王天文已经有原因了 不需要再冲击原因期 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 恢复原因期的修为 只是时间问题 夺射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首先被夺射的躯体灵根 最好跟本体一模一样 这样能够保持修炼速度 司徒妹本身拥有灵体 分魂夺射张无尘 张无尘不是灵体 导致司徒妹恢复修为 花了大量的时间 若不是龙寒基 刺下严寿丹药 司徒妹已经死了 慕容玉瑶呢 她还在青莲山庄 王青山问起慕容玉瑶 慕容玉瑶只是赞助青莲岛 现在大战结束 慕容玉瑶肯定要离开了 王青龄摇头说道 她已经返回中原 打算重建慕容王族 她若是不回去 慕容王族的地盘和利益 会被人刮分干净 她说了 以后会报答咱们王家 具体怎么报答 她没有说 大战结束 百费待兴 各大势力都需要休养生息 一些小势力自然被人吞并 慕容玉瑶若是不回大燕王朝 慕容王族的地盘和利益 肯定会被人刮分干净 王青山并没有意外 叮嘱了几句 他们一起去祭拜列祖列宗 然后分道扬镳 王青山去了太乙仙门 他想向刘烨请教剑道 王青龄等人前往南海 去镇海宗遗址避难 第1696章 灭灵神光 太乙仙门 祖师堂 张展峰双手倒背 他望着祖师爷四季建尊的雕像 神色有些复杂 一道熟悉的男子声音 骤然响起 弟子王青山 求见掌门师伯 青山来了 进来吧 张展峰面露微笑 转过身来 他和王青山 都是原因修士 不过王青山的师父 逍遥建尊 跟张展峰是师兄弟 王青山要称呼张展峰为师伯 王青山大步走了进来 目光坚定 王世侄 我跟你说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 宗门和家族并不冲突 加儿我们太义仙门 你们王家该干嘛干嘛 可以继续在南海发展 张展峰的声音充满了诱惑 这一场大战 损失最大的是南海 太义仙门的损失也不小 太义仙门需要吸收其他势力 补充并壮大自身的实力 他希望王家并入太义仙门 王家成为太义仙门的附属势力 为太义仙门做事 王家的损失并不大 原因修士接近十位 若是王家并入太义仙门 对太义仙门来说 是一件好事 王青山面露难色 委婉地说道 掌门师伯的好意 弟子心领了 这件事事关重大 要等九叔九审回来决定 弟子无法做决定 一口回绝 显得太生分 战争还没有结束 王家依赖太义仙门的地方还很多 王家欠太义仙门的恩情可以还 若是并入太义仙门 用不了百年 族人会更加认同太义仙门 对家族的归属感会越来越淡薄 这一点 看看跟着汪化山 加入三仙宗的汪家子弟就知道了 现在无论是拼资源还是环境 王家都比不上太义仙门 张展峰早有准备 听了这话 他的脸上还是露出失望的表情 天兰宗还有不少高阶修士活着 你安心在宗门修炼吧 你若是拜入本宗 说不定已经是原因大圆满了 可惜了 张展峰用一种遗憾的语气说道 以王青山展现出来的剑道天赋 他若是拜入太义仙门 绝对是重点培养对象 孟天正和韩天璇 是太义仙门的重点培养对象 孟天正是地煞之气助击 天刚之气进入结单期 韩天璇结音引来异象 他们是太义仙门的未来 孟天正已经是原因大圆满 正在闭关冲击化神期 韩天璇一直在密地修炼 冲击原因大圆满 是 掌门师伯 王青山答应下来 转身离开 他前脚刚走 逍遥见尊从偏视走了出来 眼中满是赞赏之色 我都跟你说了 这小子就是一个将驴 王家是不会病入太义仙门的 王家病入太义仙门 也不见得是好事 逍遥见尊咒没说到 王家的原因修饰太多了 王家病入太义仙门 时间长了 恐怕会却占纠潮 宗门讲究平衡 一旦哪个势力壮大 宗门就会有内讧的危险 张展风叹了一口气 道 我明白你的顾虑 只是现在的王家 让我想起了祖师爷 祖师爷同样引发异想 从那之后 咱们太义仙门 不断涌现出各种天才 不断发展壮大 王家现在的情况 确实跟本宗有些相似 不过只是相似而已 祖师爷在仙魔大战之中 出尽风头 清连仙旅去了天兰界 能否回来 还是两说的事情 逍遥见尊不以为然地说道 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 东离界去天兰界的修饰 死伤惨重 活下来的修饰并不多 这倒是 他们多半回不来了 咱们四处缉拿天兰宗修饰 天兰宗也会四处缉拿东离界修饰 张展风叹气道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 各忙各地去了 一座三面环山的山谷 谷内有一座幽静的庄园 王青山正在跟苏冰冰和西门凤说着什么 苏冰冰也进入了原因期 他能走到今天 大都是依靠宗门和师父的帮忙 他很小就到太义仙门修炼 他对太义仙门的归属感很强 西门凤这些年纪攒下不少贡献点 都兑换成修仙资源 送回王家给王长杰 舅舅和舅娘还没有回来 不会有事吧 苏冰冰满脸愁容 他跟王长生和汪如燕的关系还不错 亲自辈的王家族人还好点 苏冰冰对其他王家族人就一般了 放心吧 九叔九审的实力不弱 他们拥有大气韵 不会有事的 王青山安慰道 西门凤点点头 笑道 是啊 我查过宗门点击 东离界很少有同时进入原因期的道理 却属罕见 青山 你既然来了太义仙门 安心修炼吧 以你目前的修为 如果再次爆发大战 你庇护不了家族 西门凤叮嘱道 王青山点了点头 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在我闭关期间 若是家族遇到什么麻烦 请你们帮忙解决 西门凤和苏冰冰满口答应下来 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闲聊了一会儿 西门凤和苏冰冰就告辞离开了 王青山来到地下室 他盘坐在一张青色蒲团上 袖子一抖 九把青力剑和青连剑飞射而出 在他头顶盘旋不定 王青山见觉一掐 青连剑绽放出刺目的青光 化为一朵青色莲花 漂浮在王青山头顶 九把青力剑快速飞转 绕着他飞转不定 没过多久 九把青力剑也化为九朵青色莲花 绕着王青山飞转不定 王青山闭上了双眼 气息跟青连剑融为一体 伴随着他的吞吸吐吶 头顶的青色莲花缓缓转动 传出一阵阵响亮的剑鸣声 南海 天须洞天 某个隐秘的地下山洞 司徒妹 金云 刘范等五位修士满脸恐惧之色 在地下洞窟外面 躺着十几具尸体 这些尸体仿佛被利器切割过 尸体是一小块一小块 他们的脸上满是惊恐之色 似乎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们不小心触动了强大静止 其他修士全部死了 若不是他们跑得快 他们也死了 司徒小友 你之前怎么不说 这里有灭灵神光 金云咬牙切齿地说道 灭灵神光是一种十分强大的静止 哪怕是防御灵宝都挡不住 被灭灵神光接触到的生物或者物体 都会肢解 我也不知道 据我所知 除了镇海宗那位大长老 近万年来 没有几位修士闯到这里 司徒妹的语气带着一丝慌张 若不是两位化神修士出手 他也死在灭灵神光下面了 木已成舟 多说无意 灭灵神光暂时不会消失 咱们先在这里躲一躲吧 刘范提议道 其他人都没有反对 他们也只能躲在这里了 至于能否打开空间通道 他们不抱多大的希望了 能活着离开就不错了 第1697章 四十年 岁月如梭 四十年的时间 转眼即逝 东荒 太一仙门 某间密室 王青山盘坐在蒲团上 一朵青色莲花 悬浮在他的头顶 九朵青色莲花绕着他 非转不定 见名声不断 王青山骤然睁开了双眼 双目隐约射出一抹青光 十朵青色莲花快速旋转 狂风骤起 原因后期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王青山轻吐了一口浊气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他单手一招 十朵青色莲花化为 十把青色飞剑 插在他身前的地面上 青莲剑居中 九把青里剑分在两旁 每一把青里剑 都发出响亮的剑鸣声 摇晃不停 似乎是庆和王青山 进入原因后期 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九叔九婶回来没有 王青山自言自语道 袖子一抖 收起了十把飞剑 他走出住处 剑绝一掐 身下骤然涌现出一片刺目的青色剑光 载着他朝着高空飞去 他打算去向逍遥剑尊问安 顺便询问一下东离界的局势 没过多久 王青山就到了逍遥剑尊的住处 就在这时 一股特殊的香气 飘入王青山的鼻中 出闻酷似兴气 仔细辨别 又酷似檀香 似乎夹杂着药香 与此同时 大量的售吼声响起 就连王青山灵寿代理的三手脚 都有些躁动 轰隆隆 一阵巨大的雷鸣声响起 原本晴朗的天空 骤然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万寿其吼 大量的灵兽失去控制 朝着某个方向反奔去 好在被及时拦住了 所有弟子听令 不得靠近天云谷白里 现在开始 严禁任何弟子进出 为者严惩不待 张展峰的声音骤然响起 传遍整个太一仙门 与此同时 108道白色光柱冲天而起 形成一个巨大的白色光幕 将整个太一仙门都护在里面 天风谷 是孟师弟在冲击化神期 一道熟悉的男子声音 骤然响起 王秦山扭头一看 发现逍遥剑尊 骤然出现在自己身边 师父 孟师叔在冲击化神期 王秦山心中十分震撼 冲击化神期 这是多少原因修士的梦想 若是孟天正成功了 太一仙门的势力 会再上一个台阶 肉身谈话 不会错的 本宗已经开启了 护宗大阵的部分禁止 除了冲击化神期 否则不会弄出这么大的阵仗 逍遥剑尊感慨道 若不是他为情所困 现在冲击化神期的 应该是他 你进入原因后期了 好事啊 走 到为师的住处聊聊 逍遥剑尊 突然想起了什么 笑着称赞道 没过多久 师徒二人就坐在茶桌旁品茶 师父 天兰宗修士都落网了吗 现在的情况如何了 有我九叔九审的消息吗 王秦山抛出多个问题 天兰宗的化神修士 又死了一名 十多位原因修士扶诸 不过咱们的损失不小 多个势力被灭掉了 其北疆的圣福宫 和南海的血液门被灭掉了 没有你九叔九审的好消息 我问过你的族人 他们说 清廉仙旅的本命浑灯 还没有熄灭 他们应该还活着 对了 公孙央进入化神期了 万寿岛的负责身后 逍遥剑尊感慨道 公孙央闯过镇仙塔 第36层 得到通天灵宝 成为万年以来第一人 他进入化神期并不奇怪 中原的浩玉真人 和三雁公的宋仙子呢 他们没有什么动静吗 王青山追问道 浩玉真人 扶公孙央 清廉仙旅 宋熙若 太寒天玄六人结音 都引发异象 浩玉真人和公孙央 都身具灵体 现在公孙央进入化神期了 浩玉真人估计也不远了 浩玉真人被大燕王朝 聘为国师 他在冲击化神期的时候 遭到天兰宗修士的破坏 硬生生打断他进阶 也是在那个时候 灭掉天兰宗一位化神修士 所以本宗 才会开启护宗大阵的部分静置 没有宋熙若的消息 逍遥剑 最用一种遗憾的语气说道 浩玉真人冲击化神期的地方 十分隐秘 有两位化神修士护法 可是龙逍遥等三位化神修士 一起杀进来 硬生生打断浩玉真人进阶 浩玉真人 不但无法进入化神期 还身受重伤 他突然想到什么 说道 你若是愿意正式败入太一仙门 才有机会得到太一丹 想靠机缘得到冲击化神期的灵物太难了 为师闯过不少显地 只是找到十几种灵药 并未能凑齐材料 炼制太一丹 炼制太一丹 要三四千年的灵药做主要 有一些奇真异果 也可以辅助冲击化神期 不过这些奇真异果十分罕见 四季剑尊 当年留下十多份冲击化神期的灵丹妙药 这才保证太一仙门 能够出现新的化神修士 刘烨能够进入化神期 还多亏了四季剑尊 师父的好意 弟子心领了 弟子的初衷不会变 王青山委婉地拒绝了 他很清楚 逍遥剑尊这话是化大饼 就算他拜入太一仙门 排在他前面的修士不少 他对太一仙门的归属感远不如家族 太一仙门不可能给王青山太一丹 师父 原因修士冲击化神期要多久 王青山转移了话题 这个时间不固定 一般来说 渡过雷劫 肉身谈话结束 就进入化神期了 希望孟师弟进入化神期吧 逍遥剑尊遥望着远处的雷云 满脸担忧 太一仙门是太一仙门的重地 封顶 刘烨和张展峰站在石亭之中 他们遥望着高空的雷云 刘师说 您觉得孟师职能进入化神期吗 张展峰有些紧张地问道 五九雷劫的威力可不小 纵然有阵法和防御灵宝 修仙者还是要吸收一些雷电之力 淬炼肉身 利用本命法宝削弱雷电之力 利用些许雷电之力洗涤原因就行了 孟师职有防御灵保护身 他利用地煞之气和天刚之气改善肉身 应该可以做到 刘烨缓缓说道 他给孟天正提供了三份灵物 为了这三份灵物 他从宗门宝库拿出了不少珍稀材料 并且主动参战 若是孟天正无法进入化神期 只能说太一仙门命该如此 张展峰点了点头 突然说道 话说回来 清连仙旅去天蓝界快百年了吧 也不知道他们如何了 机缘二字玄之右玄 若是机缘够大 兴许他们双双进入化神期 若是机缘不够 也许双双陨落 大浪逃杀 当年有不少天才俊杰 比祖师爷还要厉害 可是只有祖师爷笑到最后 运气 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刘烨陈生说道 他善待王青山 也是考虑到 清连仙旅 可能进入化神期 提前卖个人情 第1698章 千狐界和灵兽进阶 南海 天虚洞天 一座植入云霄的陡峭高峰 高峰一片荒凉 植被很少 在高空 有几道若隐若现的裂缝 散发出一阵微弱的空间波动 司徒妹 刘范儿和金云三人站在封顶 他们三人神色各异 他们被困在禁止之中数十年 为了到达这里 又死掉了两名元英修士 就剩下他们三人了 哈哈 终于到了 金前辈 刘前辈 我没有说错 这里 确实有空间节点 很可能是千狐界 数万年前 千狐界的一位化神修士 就是从天虚洞天跑出来的 司徒妹狂笑道 要是再找不到空间节点 两名化神修士 可能会杀了他 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刘师妹 动手 咱们没有退路了 打开空间通道 咱们跟千狐界合作 一起拿下东离界 金云沉声说道 后路被断 天蓝宗只能请外援 既然东离界不合作 天蓝界可以跟其他界面合作 刘范儿 取出一张金光闪闪的浮转 符转散发出一阵惊人的灵气波动 这是五阶符转破界符 他们只能临时打开 一条通道 如果千狐界修士 不愿意跟他们合作 他们就回不来了 可是他们眼下没有其他办法了 金云取出一把金光闪闪的剪刀 金色剪刀 散发出骇人的灵气波动 通天灵宝 列天剪 刘范儿手腕一抖 破界伏托手而出 化为一道金光 击向虚空 金光机在虚空 虚空顿时荡起一阵连衣 扭曲变形 金云往金色剪刀 打入一道法掘 金色剪刀爆发出刺目的金光 体型暴涨 朝着虚空剪去 金色剪刀一张一盒 硬生生撕裂一道 十余丈长的缺口 一股刚风吹出 金云袖子一抖 一只飞鹰傀儡兽飞出 没入了缺口之中 过了一会儿 金云轻松了一口气 说道 我依附在傀儡兽上面的神念 没有被灭 应该没有问题 走吧 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们给自己施加了防御 朝着缺口飞去 他们一靠近临时空间通道摆帐 就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吸引力 身体不受控制的 被吸入缺口之中 一阵天旋地转后 司徒妹三人 快速朝着地面坠去 他们很快稳住身体 缓缓落在地面上 他们此时位于一片 一望无际的青涩草原 附近没有其他修饰 发现了一位住击修饰 我去去就回 金云化为一道金色顿光 朝着西北方向飞去 过了一会儿 金云回来了 眉头紧皱 怎么样 金师兄 这里是千狐剑吗 刘芬有些紧张地问道 这里是千狐剑 不过八百多年前 这里已经被魔族拿下了 所有修饰改修魔道功法 种植天魔术 天魔术不断释放出魔器 改造这里的环境 它们若是飞升 也是飞升魔界 金云缓缓说道 脸色越发难看 魔族修炼需要的是魔器 魔修也能够利用魔器修炼 可它们不是魔族 也不是魔修 它们需要的是灵器 满怀希望来到千狐剑 结果千狐剑 已经被魔族拿下了 那咱们快回去吧 此地不宜久留 司徒妹满脸紧张 我们只有一张破剑符 没有破剑符 只有列天剑 无法破开剑面 先找地方安定下来再说 金云沉生说道 它们现在也没有其他选择 谁能想到 千狐剑居然被魔族拿下了 魔族还在改造千狐剑 三人化为三道顿光破空而走 消失在天际 天蓝剑 藏魔冰原 一座陡峭的雪峰 某个隐秘的石窟 汪如烟盘坐在一张蓝色铺团上 紧闭双目 周身有无数的蓝色音符漂浮 组成一首悦耳的乐曲 过了一会儿 汪如烟周身的蓝色音符散去 它骤然睁开了双眼 轻吐了一口浊气 面若桃花 原因大圆满 这一趟没有白来 汪如烟自说自话 喜不自胜 它起身走了出去 刚走出住处 一阵巨大的雷鸣声 骤然传入他的耳边 远处乌云密布 雷云滚滚 电闪雷鸣 灵兽进阶 汪如烟有些失望 他还以为是 王长生冲击化神器呢 数十里外 某座由无数块白色冰块 打造而成的宫殿 轰隆隆 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冰宫的冰块破碎 大量的青色荆棘钻出 包裹着整座白色冰宫 正是木幺 十几里外 另一座冰宫骤然炸裂开来 灵龟从碎冰之中爬了出来 他的体型比以前大了一倍不止 气息也强大不少 轰隆隆 灵星号星号顶骤然出现一团巨大的雷云 雷云剧烈翻滚 密密麻麻的银色电弧狂涌而出 如同江河奔流 声声不息 好 灵龟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声 似乎已经准备好对抗雷结 他拥有水淇淋血脉 本体是乌龟 龟类灵兽进阶的几率 还是比较大的 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两道粗大的银色闪电 划破天际 披向一座冰宫和灵龟 轰隆隆的暴鸣声响起 冰宫四分五裂 雪地上出现密集的青色荆棘 青色荆棘聚成一团 仿佛一颗晴天巨树一般 一道银色闪电披在灵龟的龟壳上面 就跟挠痒痒一样 王英杰等人第一时间被惊动了 他们纷纷冲出住处 看到眼前的一幕 他们面面相去 你们不要干扰他们杜劫 到我这里来 我有话问你们 汪如烟的声音骤然响起 王秋明等人 纷纷朝着雪山飞去 没过多久 他们出现在汪如烟面前 怎么样 天兰宗修士有什么异动吗 汪如烟问起了局势 没有 一切都好 咱们经过重重阻碍 才来到这里 天兰宗的修士并没有进来探查 王秋明如实说道 他们奔行了数百万里才停下 藏魔兵源这么大 没有人带路 天兰宗修士根本不可能 知道他们的位置 汪如烟轻松了一口气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问道 对了 黄道友呢 黄道友半个月前 去藏魔兵源深处寻宝了 他邀请我一起去 我没答应 他自己就去了 王秋明有些搞不懂黄富贵 好好地躲在这里不行吗 非要去寻宝 要是触动强大禁止 那就麻烦了 兴许黄富贵有什么依仗 才敢去寻宝 王秋明奉命给王长生护法 他自然不会离开 第1699章 气运之子黄富贵 去寻宝了 他的胆子这么大 汪如烟有些困惑 以他对黄富贵的了解 黄富贵不是一高胆大的人 他也没有多想 黄富贵以散修的身份 修炼到原因中期 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只能说他的运气太好 运气也是很重要的一种东西 黄富贵胆小怕事 他敢去藏魔兵源深处寻宝 应该是有所依仗 不管他了 你们不要轻易离开这里 坚守岗位 汪如烟沉声吩咐道 语气严厉 是 祖母 老祖宗 王秋明等人答应下来 轰隆隆 远处电闪雷鸣 一道道粗大的银色闪电 划破天际 披向木妖和灵规 这一方天地狂风大作 吹起无数的白色雪花 高空黑云压顶 仿佛末日一般 一展察的时间后 两团雷云散去 雪地上散落着大量断裂的荆棘 荆棘表面一片焦黑 都着火了 汪如烟纵身飞落在荆棘面前 他眉头紧皱 自说自话 失败了吗 就在这时 一株仗许长的黑色荆棘 骤然青光大放 长出嫩芽 很快就化为一株 百余仗高的青色荆棘 青色荆棘表面遍布尖刺 还有一些紫色的小花 汪如烟轻松了一口气 木妖顺利进入四街 这并不奇怪 他前后吞噬掉不少木妖的金盒 好 一阵低沉的嘶吼声响起 汪如烟身边 骤然亮起点点蓝光 化为灵规的模样 灵规的龟壳有些焦黑 气息比以前强大了很多 显然也进入了四街 他的脑袋上有一些鲜血 灵规身具水淒灵血脉 还有一个龟壳 他进入四街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灵规用脑袋 蹭了蹭汪如烟的裤脚 发出低沉的嘶吼声 夫君要是知道 你们进入四街 肯定很高兴 你们先好好调养吧 汪如烟笑着说道 灵规的右掌一拍地面 高空骤然传来一道巨大的轰鸣声 一团巨大的乌云出现在高空 高空骤然下起了大雨 雨水集中落在一个方向 化为了一堵十余丈高的蓝色水墙 蓝色水墙很快就结冰 变成了冰墙 二十系不到 一座简陋的冰宫 就出现在雪地上 灵规和木妖躲进去歇息 汪如烟对王秋明等人叮嘱了几句 就回去修炼了 藏魔冰原深处 一片辽阔的雪地 大量的白色雪花从高空飘落 一阵阵寒风呼啸而过 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 某座雪山炸裂开来 一道黄光飞射而出 正是黄富贵 黄富贵的墓中满是惊恐之色 它化为一道黄色顿光破空而走 顿速特别快 数十颗防雾大的白色雪球 从雪山顶上滚落 直奔黄富贵而来 白色雪球的体积越来越大 要是被这么多的白色雪球砸中 黄富贵不死也惨 黄富贵吓了一跳 顿速大涨 就在这时 一阵尖锐刺耳的嘶吼声响起 酷似受吼 仔细一听 黄富贵的脑袋晕晕沉沉 速度慢了下来 一颗雪球砸在了黄富贵的身上 黄富贵犹如断线的风筝一般 倒飞出去 吐出一大口鲜血 黄富贵体表的黄色铠甲表面 多了数道恐怖的爪痕 似乎是猛兽留下的 黄富贵连忙取出一张淡金色的符传 朝着身后丢去 金色符传化为一道金光 直奔数十颗白色雪球击去 好 一颗白色雪球 骤然炸裂开来 化为一只两丈高的白色猿猴 溃口獠牙 全身长满了白色的绒毛 尾部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它的眼珠子是白色的 这只白色雪原不过三接上品 白色雪原 张口喷出一股白茫茫的寒风 激向金光 白色寒风还没接触到金光 金光骤然炸裂开来 化为一轮直进万丈大的金色骄阳 罩住了方圆万丈 数十颗白色雪球被金光罩住 顿时停了下来 一动不动 白色雪花被金光罩住 停在了半空中 仿佛被定住一般 趁此凉机 黄富贵顿速大涨 朝着高空飞去 它刚飞出树里 数十颗白色雪球 陆续炸裂开来 化为一只只体型巨大的白色雪原 大都是三接 有五只四接雪原 好 数十只白色雪原 同时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声 虚空震荡扭曲变形 金光如同破碎的镜面一般 出现一道道裂痕 黄富贵飞出十几里后 金光骤然破碎 数十只白色雪原脱困 它们同时发出愤怒的咆哮声 此起彼伏 虚空震荡 骤然刮起一阵狂风 直奔黄富贵而去 黄富贵听到嘶吼声 头晕目眩 等它恢复正常 一道千余丈长的白色寒风 已经到了它的身后 黄富贵提表黄光大放 在原地一转 化为一道百余丈高的黄色龙卷风 迎了上去 轰隆隆 一声巨响过后 黄富贵倒飞出去 吐血不止 脸色苍白 前面是一片开阔地 连一座雪山都没有 黄富贵细心地发现 数百丈开外 有一条粗长的裂缝 它飞进裂缝才发现 这哪里是裂缝 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深渊长数万丈 宽石鱼杖 两侧是陡峭的冰山 吐 数十只雪原追了过来 黄富贵不再犹豫 立刻跳入深渊 数十只白色雪原 追到深渊的入口 它们面面相去 不知道是它们放弃追赶黄富贵 还是深渊里有可怕的妖兽 它们骤然掉头 朝着来路返回 深渊底下 黄富贵站在雪地之中 体表笼罩着一层黄色灵光 纵然有护体灵光 黄富贵还是冷得打哆嗦 它不知道雪原会不会追下来 连忙找地方躲避 远处有一条长长的裂缝 黄富贵神石大开 却发现神石受到严重的限制 神石只能外放百丈 再远就探查不了了 黄富贵小心翼翼地朝着裂缝走去 裂缝后面是一个巨大的冰窖 有五条通道 不知通往什么地方 大量的冰锥倒挂在顶部 寒气逼人 黄富贵朝着中间的通道走去 神色紧张 一盏茶的时间后 黄富贵出现在一个 百余丈大的冰洞之中 寒气惊人 黄富贵只打哆嗦 体表的灵光都结冰了 就在他穿过一条弯道的时候 拐弯就看到了一名身材高大的白袍老者 白袍老者怒目原睁 黄富贵双腿一软 立刻跪了下去 苦苦哀求道 这位前辈 晚辈不知这里是您的洞府 还望您大人有大量 前辈愿意给您当牛做马 他现在的情况很糟糕 根本不是其他原因修士的对手 为了活命 他直接称呼对方为前辈了 过了好一会儿 黄富贵发现没有回应 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发现眼前不过是一座冰雕而已 准确来说 是一名被冰冻住的修士 黄富贵转经为喜 感情是死人 那就便宜他了 黄富贵击碎冰雕 发现里面的修士已经死掉了 不过储物袋还在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我这运气没谁了 黄富贵得意洋洋地说道 清点储物袋里面的财物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脸色胀得通红 有两件领宝 还有十几颗四阶的冰属性腰单 一夜暴富 黄富贵哈哈大笑 有一种苦尽甘来的畅快感 他差点死在妖兽口中 总算没有白忙活一场 还是死人才容易拿 抢妖兽的东西太危险了 黄富贵得意一笑 自言自语道 第1700章 五九雷劫 有些奇怪的是 从储物袋里的东西来看 尸体主人是原因修饰 可是没有原因 只有肉身 两件领宝都是兵属性的领宝 黄富贵也能使用 他的伤势比较重 他打算再次疗伤 伤势痊愈了 再离开这里 黄富贵盘膝坐下 运功疗伤 深渊十万丈下 一个万亩大的冰冻之中 一只巨大无比的妖兽 趴在地面上 妖兽的外形酷似皮羞 生有三目八尺 尾巴较短 妖兽似乎陷入了沉睡 一动不动 犹如一座冰雕一般 他的鼻孔 不时喷出两道白茫茫的寒气 积在地面上 地上的冰层又厚了不少 天兰宗 天兰殿 上官天红等数十位 天兰宗修士正在开会 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 上官师伯 咱们这些年 又寄拿了不少东离界修士 不过他们都不知道 青莲仙旅的下落 九幽宗的上官威 也不知所踪 目前再逃的东离界修士 不到百人 华神修士两人 原因修士不到二十人 一名身材枯瘦的青山青年 恭敬地回报道 天兰宗修士 一直在缉拿东离界修士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抓到了不少东离界修士 不过还是有一批修士外逃 那些原因修士不足为惧 华神修士就剩下一个符文 东荒那条老蟒蛇的肉身 被我毁掉了 找到此人最为重要 有他的消息 马上回报 上官天红沉声吩咐道 是 上官师伯 青山青年满口答应下来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问道 上官师伯 要不要派人去三大险地找找看 他们多半是 躲在三大险地 不用了 那里静置太多了 还有五街妖兽 就算是我亲自出手 也没有那么容易灭杀 派其他人去只是送死 守好空间通道 一旦绝灵之气散去 大部队马上过去 一举拿下东离界 上官天红满脸杀气 目中露出几分忌惮之色 三大险地能保存下来 自然是有原因的 是 上官师伯 半年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黄富贵满脸戒备之色 飞出了深渊 他朝着四周望去 并没有看到任何妖兽 轻松了一口气 黄富贵寄出避风帆 放出一股黄蒙蒙的狂风 朝着远处飞去 一路飞来 黄富贵都没有碰到什么妖兽 偶尔碰到几只四街妖兽 很快就被他甩掉了 两日后 黄富贵出现在一片广阔无边的白色蜜铃 这里生长着大量的白色树木 这些树木都没有叶子 表面长满了尖刺 黄富贵的神色异常紧张 这里生存着群居妖兽 他上次差点死在这里 不敢有丝毫大意 他小心翼翼地往前飞行 不敢飞太高 生怕被妖情盯上 一颗白色树木 骤然晃动了一下 一条背生四次的白色蟒蛇 从树洞里钻了出来 白色蟒蛇的眼睛是雪白色的 腰身比黄富贵的肚子还粗 吞掉黄富贵绝对没有问题 一开始是一条白色蟒蛇 紧接着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五个呼吸不到 上千条腰身粗细不一的白色蟒蛇 从雪地和树洞里钻了出来 大都是二阶 四阶腰蟒 也有五六条 黄富贵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现在被妖兽包围了 这些麻烦了 奇怪的是 这些妖兽并没有理会黄富贵 肉翅狠狠一扇 朝着某个方向飞去 他们似乎没有发现黄富贵 黄富贵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轻拍了一下胸口 长吐了一口气 刚才差点把他吓死了 他还没高兴多久 一阵响亮的兽吼声骤然响起 黄富贵脸色一变 朝着身后望去 这一看不打紧 黄富贵的眼珠子 差点掉出来了 数以百计的妖兽妖情朝他飞来 大都是三阶 也有一些四阶 还可以看到不少白色妖虫 天度英才 好不容易弄到一点东西 我容易吗 黄富贵咒骂道 在原地一转 化为一道百余丈高的黄色飓风 朝着远处席卷去 速度特别快 飞出百里后 黄富贵惊讶地发现 方圆百里的妖兽都被惊动了 数以万计的妖兽 朝着某个方向涌去 大都是二阶妖兽 四阶妖兽有十几只之多 三阶妖兽上百只 更让他感到无法理解的是 这些妖兽根本不搭理他 就跟没看到他一样 难道是王道友弄出来的 这是新奇的诱妖之法吗 黄富贵自言自语道 这些妖兽 纷纷朝着王长生所在的地方移动 等等 王道友不会是冲击化神器吧 黄富贵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元英修士冲击化神器的时候 肉身会出现谈话的现象 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味道 这种味道对妖兽来说 是难以抵挡的 他上次见到王长生是四十多年前 那时候 王长生已经是元英大圆满 王长生还真有可能在冲击化神器 不行 我要赶回去给王道友帮忙才行 若是他进入化神器 那就是前辈了 若是失败了 也能跟王仙子讨要一笔财物 稳赚不亏 黄富贵想到这里 加快了顿速 汪如烟站在雪山山脚下 遥望着天际的一团雷云 电闪雷鸣 一道道粗大的银色闪电落下 劈向失灵兽 失灵兽归顺汪如烟的时候 已经是三阶 跟了汪如烟数百年 总算有机会进入四阶 密集的银色闪电 陆续劈在失灵兽身上 失灵兽发出一阵阵怒吼 体标涌现出滚滚烈焰 远远望上去 犹如一团巨大的火焰一般 附近的积雪直接化为白雾 半刻钟后 在一阵巨大的雷鸣声中 雷云化为一条 百余丈长的银色雷莽扑下 撞在了失灵兽身上 轰蹦蹦 一团刺目的银色雷光亮起 笼罩住方圆万丈的区域 白色雪花满天飞舞 过了一会儿 银色雷光散去 失灵兽还活着 不过体表鲜血淋漓 隐约可以看到白骨 它顺利进入四阶 不过元气亏损严重 需要好好调养 汪如烟纵身飞了过来 脸上挂满笑意 好 失灵兽跑到汪如烟身边 老实地趴了下来 不错 你比闭眼寒残厉害多了 它等我的时间最长 还是三阶上品 汪如烟笑着称赞道 话音刚落 一道震天焊地的雷鸣声 骤然响起 雷鸣声大盛 此起彼伏 汪如烟欲容一变 朝着雪山望去 只见雪山上空 有一团巨大的雷云 无数道银色电弧涌动 犹如江河奔流 声声不息 雷云剧烈翻滚 一分为五 五团雷云连接到一起 各自独立 五九雷劫 夫君在冲击化神器 汪如烟惊呼道 心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这时 一阵巨大的售吼声 骤然响起 远处天边骤然出现 大量的黑点 一道黄光出现在天际 三个呼吸不到 黄光就落在汪如烟面前 正是黄富贵 大事不好了 王夫人 大量的妖兽 都是被王道友引来的 黄富贵的脸色凝重 这个时候 王秋明等人 纷纷冲出了住处 赶了过来 秋明 殷杰 在夫君进入化神器之前 不能让一只妖兽 踏上雪山 汪如烟一脸坚定 沉声说道 是 祖母 老祖宗 王秋明等人 异口同声地答应下来 神色凝重